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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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情 懂你的相思 我忘不掉 為何你 只割到我心跳 那愛你怎麼能了 這最忙的你應該至少 圓滿了 盡難了 回憶不及 痛苦的消失我忘不掉 為何你 只割到我心跳 愛你怎麼能了 寂寞了 你的愛之下 上午現在這早班檔可以啊 開波提醒都不發 開波提醒現在都懶得發了 是吧 而且那個電王套的 我再跟你說一遍啊 每一天你跟我結完圖以後 關於這個禮物 我說要這個明細 你們這是咋做的天天還就是一個截圖 你們是真不想拿錢 我發現 唉 沒法說 下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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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今天晚上我想約幾個朋友開個會 因為上次不是給大家做那個潮玩的那個節目嗎 不是說覺得這個潮玩這個市場 我覺得還挺挺有意思 然後還我覺得這市場挺大的 而且未來我挺看好的 然後但是因為沒做這個行業 然後約了幾個這個行業內 做的比較好 專業的 然後我準備本來說晚上的時候了解一下這個行業 你知道吧 我看看如果好的 如果能做的話 我準備 偷點錢或者有機會能做的這個 武林大會的任務走一走 什麼武林大會又來了兄弟 什麼意思啊武林大會 戶外主播還是參加武林大會 跳舞這一塊咱要去了 那不是穩穩的冠軍嗎 弄個佛珠的盲盒 這個市場可能不是像咱想的那樣的 就起了一個活動 跟之前的大神獎章差不多吧 沒事 你們能那個不要錢的話 你們就參與參與 睡醒早醒了 我十點多就醒了 我十點多就醒了 感謝阿靖最開心啊 好久不見兄弟 感謝阿靖最開心的銀河戰機 對最近是不是暑假要結束了 禮物有點少啊 還是說我這月沒少播 我這月播挺不錯的 就這兩天 你們嫂子不在家 我稍微歇了歇 又下降武林大會的任務 可以做一做 領取免費的小說 做一做 領取免費的小花 領取免費小花 我還說領取免費小說 什麼小說 什麼顏色的 黑的黃的白的綠的 暑假已經結束了嗎 我們正常都是9月1號 開學啊 但我確實看群裡有的兄弟說 好像那個 比賽已經結束了 不是那個開學 已經好多都開學了 大學開學了是吧 那也確實是 在家憋了 一個月的時間 是時候該釋放自己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大學這個時間 因為你還沒步入社會 如果未婚先孕的話 說真的壓力其實挺大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這個 促進感情 還有在造的同時 好吧 希望考慮考慮這個 人口繁衍固然重要 但是 作為父親的責任 大家還是考慮一下 那我就在 祝先祝所有開學的大學生 好吧 那個 事業有成 想生才生 好吧 這個祝福沒毛病嗎 他吃藥就完事兒了 兄弟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今天我剛看了一下 那個新款的衣服啊 我還是挺滿意的 然後我讓他們拿去拍照了 兩天以後拿回來 拿回來以後 然後基本 咱們抓緊月底 或下個月初就上線 因為正好換季了 做了兩款 做了一個非常少 可能只有幾十件的一個T恤 然後緊接著做了一款 稍微不是很厚的 就冬天 秋天 然後夏天冷的時候 都能穿的一款帽衫 非常好搭 黑白兩色 袖子上的小花是掃的袖子 兄弟這是克羅辛新款 這個衣服是 Cobby現在也不叫Cobby 就是現在比較火的 我前面就不是做那個 匡位那個鞋評測嗎 他不是跟那個 遇到紫外線就變色的嗎 這個衣服據說也是 但我的衣服到了以後 我還沒出過門呢 所以我也不知道 遇到紫外線以後 變成啥樣 他本身就有顏色 但是他說是變色的 具體怎麼變 我也不知道 還挺好看的 屬相說的真準 92年屬猴的 前領導介紹工作給我了 兄弟還行吧 今年都快過完了 到時候主要聽明年的吧 第一年咱們剛剛來企鵝 可能看的人還是少 你別說轉眼來企鵝 企鵝都已經快一年的時間了 我操這快一年的時間 一點錢沒賺到 我要這麼算的話 我今兒 那個正好我沒事 我看了一眼那個企鵝的 有一個就專門工資 什麼的那個賬號 我靠沒多也沒少 我一算 唉 弄了個白玩兒等於 原來的還是給力啊 還是那句話吧 就是很多東西 只有失去的時候 才懂得珍惜 care下午好下午好 哎呀 晚上五點是那個自斗棋的比賽 所以晚上五點 所有的地家軍的兄弟 咱們支持一波啊 好吧 兄弟們 今天是真的一丁點主題 沒準備 因為我本來準備晚上播的 現在改下午播的 數相真準的 我知道了 不用老刷了 兄弟啊 對 晚上支持一下胖胖 教練是明天比 他們分組不一樣 今天晚上是胖子比 晚上五點支持一下啊 應該是三十二進八吧 好像是 還是進幾啊 師哥十月要打年度了 嗯 年度肯定得打呀 年度到時候參加一下吧 但是十月有個問題 我想了一下 我十月 好多節目是錄播呀 到時候看看吧 沒關係 傳到橋頭自然直 該參加咱還是要參加一下 啊 這回比賽是新版了 哦 新版其實教練是比較佔優勢的 教練我覺得比較佔優勢 晚上你記得下棋的時候 教練所有的人都在邊上支持胖胖 好吧 然後由教練 甲鱼和胖胖 你們三個人主要去商量 其他人做節目效果就行了 啊 這輪我覺得新的這個版本 相對來說比較平衡 而且沒有那麼吃裝備 好想和你學學吹吹牛逼啊 唉 兄弟吹牛逼這個東西啊 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 如果你有前世的記憶的話 當然大部分人沒有 只有一些極具優秀 特殊有機緣的人 他能保留在前世轉世投胎前的建議 你知道吧 就像我 經常在這個初一十五的時候 晚上就會做夢 就會回想到我轉世投胎 就是那一段的那個 呃情景 就是不是特別清楚 但是我印象中就是 那個 怎麼說呢 就在夢裡 是一個雲雾缭绕的 這麼一個世界 然後非常的 就是都看到的都是那種 古代的建築 你知道吧 然後全是流離的那種房頂 特別的奢華 然後隨便一個女孩 男的 就長的簡直都 就是帥的美的 你都沒法用這個審美去形容 就全是什麼張曼玉 林欽霞那一種 你知道吧 而且都穿 比基尼 就莫名其妙 夢裡就是在雲雾缭绕 感覺挺冷 但那氣候特別舒服 都穿上比基尼 你知道吧 然後我就 夢見我坐在一個 吧台的一個大轿上 那個大轿上 全是龍頭啊 各方面 然後那個曲子 就那個音樂 Oh my god 就是那種說不出來 就感覺好像是用笛子 小提琴 加二胡 加那個什麼 配在一起 然後 巨美的音樂 就你 你會覺得那個音樂 天哪這個歌太好聽了 但你醒來 以一點那個音律 你記不住 你特別努力想自己 但你記不了 你知道吧 然後 你知道在夢裡 然後就坐在那兒 然後特別那什麼 然後我就一直坐在那兒 然後我帘子稍微掀開 周圍全是那些 穿著比基尼 巨美的那些女孩 大胸 大長腿 還有外國的 好多人 然後就瘋狂的在那兒 就我聽不見他們聲音 你知道嗎 但是我能感覺他們 應該在喊著我的名字 全是那種 就是沒有聲音 但你看那個嘴型 你應該感覺是喊著那種 你知道吧 就是 Oh my god 什麼那種 就就這種 然後就突然 就不知道怎麼 就是那個夢裡 反正挺亂的 記不太清楚 然後嘩就突然就停了 停了以後 這個時候有一個人 就是頭上戴著那種 怎麼說呢 一個男的 特別的威武 莊嚴 身上繡著九條龍的紋身 他那個龍都是那種 感覺在手臂上能游的那種 就從來沒有見過那種紋身 你知道嗎 然後就 頭上還戴著一個 特別特殊的帽子 跟所有人都不一樣 挺高的 然後也是閃著七彩光芒的 這麼一個帽子 然後 把那個簾掀開 然後跟我說了一句 Please 請下車 然後周圍的人都特別尊敬他 但當我一下來的時候 所以我的人 就全都跪在地上 你知道吧 然後周圍有幾個 我記得我周圍好像 就跟我保鏢似的那個人 挺魁武的 具體是什麼情況 因為夢裡都 你記不清了 你知道不 但初一十五都會做這個夢 就有一個人 我記得好像手上拿個塔 就拿一個寶塔 就跟咱那個文昌塔 那個造型似的 我的媽啊 閃著小金光 蹭蹭蹭蹭蹭蹭 蹭蹭 閃瞎眼的那種 然後邊上還有一個人 就是有三隻眼睛 你知道不 然後穿著就全是比基尼 一水的比基尼 男的就是露著兩個點 然後下面穿個小泳裤那種 你知道吧 就感覺好像一會兒去游泳 然後大家恭頌著 我就到一口井那兒 然後就是說到時候了 然後抓緊時間 後來然後我也不怎麼 就所有的人都在那 哇哇的哭 就特別不捨失望 說你一定要回來 一定要回來 然後我就跳下了那個井 然後下來以後就 就醒了這個夢 就我也不知道房間裡誰會解夢 就我我反正就是夢這個夢 每逢出一十五老夢的 後來我就覺得說這個夢 是不是覺得說好像跟我前世 有點啥關係 而為什麼人都穿了比基尼呢 還有我身邊那幾個人 就送我走那幾個人是誰啊 感覺挺有身份跟地位的 你知道吧 所以就也有點困惑 但是雖然說咱有些東西啊 我覺得天機不可泄露 就是不管咱是夢一 不是咱咱是那個前世的 那個遺留下來的記憶也好 還是怎麼樣也好 但是我覺得老做這個夢 我總覺得 有點不平凡的感覺 你知道嗎 有點不平凡的感覺 有時候經常 覺得自己好像懂點啥 你懂那種感覺嗎 房間兄弟們 你們懂嗎 懂的話 能不能小禮物啥走一走啊 最近沒怎麼套路 你們禮物 誰手上有飛機的 能不能來個多火燃機 啊 三蓋一泥萬年 有沒有啊 啊 超級火箭 隨便有的 先怼點 先怼點 先扔幾個 房間各位醫師傅 沒開玩笑啊 怼幾個 上輩子可能是條比基尼 你走了 大家很驚訝 看到都光光的 我不是比基尼啊 我雖然沒照鏡子 我在轿子裡啊 人抬著我啊 那轎子 說白了 抬轎子的人 我想起來了 都是那種長得像 又像奇蠍 又像獅子 又像鹿 又像龍的 這麼個生物 你知道嗎 八個這樣的生物 浩浩大腦 巨大的轎子 那轎子跟個房子 似的那麼大 我覺得我肯定 上輩子不一般 正常以你們了解 就是說你們對這個 神話歷史了解 正常如果有這個級別的 那應該在 在上面是有 最起碼上過 我覺得天庭的法制進行時 對吧 哪這兒呢我戶外 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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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了一個公平 帶你走進公平道裡 這麼一個 然後 我還不知道去不去深圳 我如果去深圳的話 周六做完節目 周日去深圳 周日去深圳的話 等於兩天戶外 如果不去深圳的話 我給大家聯繫點別的節目 9月1號之前 儘量再給大家對坐一些 大祖國這麼多人送飛機 我說到現在沒有一個人 真實的送一個飛機的嗎 全是虛假的 就咱們的友情 又這樣了唄 就是說真的 我必須得對這個生活 特別絕望 特別失望 我對你們房間的這些 當做父母 當做兄弟姐妹的人 我對你們徹底失望 然後你們才會 可能有點表示 平時就一點都沒有 是這意思嗎 感謝一隻魚 送送的愛妮萬年 感謝一隻魚 感謝感謝 偶像練一生的節目 周幾 兄弟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了 我的面試還沒面到呢 我等會兒 我問問他們可能嗎 他們可能忘了 那練醫生可能得下個月了 這月肯定來不及了 而這月我在做沒什麼意思 新說唱 新說唱結果出了嗎 我新說唱誰得第一第二跟我沒關 也太垃圾了 我都真的我強行三次吃飯看都沒看完 看不下去 感謝阿靖最開心的一個閃電超跑 感謝感謝感謝 感謝我兄弟 還有哪位嗎 咱最起碼象征性的走一走 可以嗎 都馬上要開學了 我畢竟陪伴了大家一個暑假 技師送了六個愛妮萬年嗎 感謝我技師啊 不好意思 技師沒看見 技師我今天看你發朋友圈了 少見 感謝我技師的六個愛妮萬年啊 謝謝技師 謝謝兄弟 啊 下個月希望行大運啊 運勢崗崗的 好嗎 還有房間哪一位 對了 那care呢 啊 天天呢 跟我這哥那哥的 怎麼一個飛機送不了啊 感謝我利拜的兄弟的閃電超跑 利白 利白 這好像是個新兄弟啊 這個ID不好意思 我可能沒什麼印象 感謝這個叫LIBAI 這位兄弟的閃電超跑 感謝感謝 還有哪哪些兄弟 真的稍微送一送 你沒有禮物的這個直播間 就相當於什麼 就相當於是 感謝freedom91220萬年 感謝這位朋友 多的少的兄弟們盡力而為 好吧 那啥 哦 技師外婆生快樂 對對對 在這公主一波 技師外婆生快樂啊 我看他發朋友圈了 那什麼 哎 我跟你講啊 作為我這個直播間 我真的有時候感覺 當你習慣了很多人去給你送禮物的那種熱情 雖然說你送不送我都該播的東西都播 該聊的東西咱都聊 但是你知道 師哥 你要跟我要月球行嗎 我沒有飛機 月球 care你真的有點看不起我來了 真的 對吧 你以為我沒見過月球嗎 但是我跟你講 同時兩個月球 一起送 這感覺確實很好 你知道吧 月球如果跟飛機比起來 那我實話跟你說 我飛機要飛多久才能上月球啊 那你逼合一下就不一樣了 那你做火箭才能到達的 交通工具都不一樣了 那是人類進步文明的表現 所以 你送的簡簡單單的是一個私奔到月球嗎 你送飛機都拉低了 你皇帝的身份 care 兄弟們 那我相信這個房間一定有新人 是沒有見過月球的 都做好 別說話 家裡有沒有月餅 沒有月餅 元宵 酒餃子 酒餃子 盒子有沒有 拿出來準備跟我一起 Oh my God 這個 特效 我沒想到 在直播間也能看到 白天也能看到月亮 兄弟 感謝一波我care 四伴到月球 感謝 感謝 感謝我care 還有哪哪哪哪哪哪 哪些朋友真的 飛機啥的走一走啊 咱 你女孩都刷了 你說真的 這種情況啊你不刷 是不是有點不太那張 總榜第十了是吧 care 恭喜我care 喜提總榜第十 兄弟們 恭喜一波 care 你什麼時候總榜第一 我給你一個專門的VIP 就是任何人 什麼服務員 也浪了 都沒給他們做過 我給你做一個 就每次你進房 首先所有的人看到你來 有一個進房的動作 專屬於你的 比如說 誇你一進房 感謝有趣的靈魂兄弟 長期的支持 愛你萬年 感謝感謝 這ID我都有印象 拿到第一以後 都是那種 你care一進來 所有人現在正常 都說 歡迎我care女行 太太拉近了 比如地方套外直播呢 care一進來 二話不說 三二一 所有人脫庫致敬 就這逼格 我跟你講 脫帽致敬 那都不叫啥 一進來 一水脫褲子致敬 從什麼 那孟哥開始 孟哥 二旦 細節胖 甲鱼 泰羅 到做法阿姨 淘寶員工 全參與 知道吧 然後care就開始了 就是那個 感謝小貝殼 大舊的愛你萬年 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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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這位新的朋友 然後我跟你講啊 嘩褲子一脫 但我跟你講啊 裡不穿上內褲呢 裡不穿上內褲呢 這都不算啥 然後care開始 12345他們排起來 從左到右12345 care只要一刷 5 5號一看誰 楊教練 好二話不說 正常嘩一脫 不是致敬嗎 緊接著內褲 嘩再一脫 叫Double致敬 就那麼大幕來一波大幕 雙重致敬 最高利益 雙重利益 選擇 首先一進房 比如帝師 你要care 比如說你care進來了 準備 來care你出去 你重新進來一下 你的特效 我給你展示一下care care你展示一下 你重新進來 我看不著你進房特效 對你出去待會兒 你再進來 對Double 對DOUBLE 你看在這個房間正能量嗎 還能學英文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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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音的時候 D 兩個舌頭在你兩個牙之間 Double 對 不是打波 不是打被 對 看我 我 歡迎母子 這care哪去了 怎麼不來了 他沒有提醒了 沒了 你這 一會兒 一會兒 一會兒也提醒再說 好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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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一會兒啊 這個care進來記得提醒我 他在回家路上 沒有沒有 care剛剛在 進來沒提醒的呀 那沒辦法了care 就是每天就只要有提醒的話 我跟你講以後你只要是綁一的 專門就是這樣的 你知道嗎 這樣care你先出去 然後你假裝你重新進來 你進來以後不管有沒有提醒 然後你來一句 你打個彈幕 你說我來了 你這麼打 你打我來了 哎呦 兄弟們 歡迎一波 我care 女行 歡迎一波 我care女行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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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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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一波我開女行 兄弟這這特效可以嗎 這特效可以嗎 這特效可以嗎 哎 這全網沒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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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可以吧 我給我給你設計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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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畫面 絕對有排便吧 我直播這麼些年沒有過 專門進屬的 你要有一天到榜一了啊 我給你設計一個絕對 你喜歡的進場特效 你凸顯你在這個房間 永垂不朽的這種精神 好吧 千古流芳 好嘞小問題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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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後如果在外面了兄弟 什麼叫尊重 不分內外 懂嗎 不分內外 你在裡邊還是在外邊 就是必須尊敬 什麼場內場外 我跟你講啊 很多人覺得說這個東西 你在外邊 你得注意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這是因為什麼知道嗎 裝逼 放不開自己 我問你一個最基本的 哪個人生下來說 他是穿著衣服來的 說這小孩 爸出生了 哎呀男孩女孩 你看哎呦 恭喜你啊 穿著哭泣來的 呸 扔地上 不要哭泣 你懂嗎 這一生 哎呦 恭喜你 誰的愛馬仕生了 一看出來的時候 拎著愛馬仕的包 媽媽特高興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來幫給我 孩子生了 沒有吧 人生下來坦坦蕩蕩 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對嗎 我說真的 現在大街上這些人 所有的人大街上 包括不迎接什麼的這些啊 出來以後 都穿著衣服 我先說幾點 第一 穿衣服是不環保 你這東西是樹植物各方面的東西做的吧 是吧 那五行八卦五行龜的時候 這服裝都數木 這死多少樹啊 死多少小動物啊 破壞多少自然環境啊 這是第一點 第二 費錢吧 你說你算一下 甭管你一個月收入多少錢 啊 各位衣食父母 你們多長時間 說真的 你平均一個月在衣服上花銷 我不說多了 幾百塊錢肯定要有的吧 有的話打有 有的甚至可能幾千塊錢 沒毛病嗎 你收入越高 你買的衣服越貴 還不算內衣內褲襪子 第三 浪費生命 浪費時光 出門的時候 當你有兩件以上衣服的時候 你是不是得選 我今天穿什麼衣服 什麼顏色 對吧 說我今天參加上婚禮 我想光著上半身 然後穿上比基尼去 不可能嗎 人也不讓你進了婚禮 是吧 你得想著 我得尊重什麼場 誰規定呢 誰規定結婚不允許 穿比基尼進場的 誰規定結婚的時候 露著三點說 主持人說對不起 不讓你進 怎麼了我新郎新年朋友 我光著屁股 你管我呢 衣服 然後其次 有一點什麼東西呢 我十萬十多 把你就是我們 雖然穿的是一個衣服 但你看現在科學都認為什麼 很多以前人接受不了說裸睡 接受不了說什麼 不刷牙吃早點 覺得特別髒 現在科學給你證明了 裸睡 對吧 首先利於釋放心理的壓力 這是第一點 對吧 第二點 裸睡 裸睡 有助於身體增長 對吧 對 有助於增長 對吧 要不然老限制了 他長不高 長不長長不大 長不粗長不遠 對吧 其次裸睡 能夠更好的身體去調節這個溫度 反而不容易感冒 兄弟我說的這些都是科學 彈幕科學打一步 我跟你們講這些說真的很多人聽不懂 你知道嗎 覺得這人有病 很多人在這看直播覺得說什麼鬼 這人說的什麼玩意兒 你不懂 明白嗎 我現在已經舉出了就穿衣服這五大必病 你還要有嗎 太多了 攀比 我跟你講我前兩天才知道 我朋友的孩子現在從幼兒園生小學了 他幼兒園是個知名幼兒園 然後小學是個知名小學 我以前說我不覺得名校有什麼用 但是我跟你講他們在上學 還沒上學的前兩天 學校強制你買的東西寄過來以後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好的學校 為什麼要上好的學校 首先在這個學校不允許穿自己的衣服 所有人統一購買校服 唯一一個可以自己去準備的東西 你可以去買的黑色的皮鞋 但是不允許校規上有鞋 不允許穿品牌的黑皮鞋 這樣研就杜絕了什麼 學生應以學業為本 我們小的時候說真的 穿校服的時候 一點屁事沒有 自從有人班上穿了第一雙耐克鞋 穿了第一雙足球鞋 完了 這個班沒有人讀書了 天天都想著說 我也想要那鞋 我也想要這衣服 開始攀比了 對吧 所以兄弟們你想想 簡簡單單的 就咱們一個思維上的這種思考 人為什麼穿衣服 為什麼大街上這些形形色色的 包括那些說唱 就你跟我說心說唱 兄弟心說唱 為什麼我覺得不好看 你口口聲聲在這說的 keep it real 什麼叫keep it real 堅持做最真實的自己 你穿那麼多幹嘛 不是 我就問你一點 你穿那麼多幹嘛 打不打臉 你real嗎 你生下來怎麼穿這好幾件套 明明夏天錄的節目好家 穿個六件套 連大鏈打金鏈的 打傘 小手錶什麼玩意兒的 戴眼鏡墨鏡小帽子 全戴上了 兄弟我說的對不對 你自己想想有沒有道理 你real嗎 就這一點我就問你 很多的脫口秀明星 很多的主持人 口口聲聲說 好追求有趣的靈魂 你肉體的事都沒那麼明白 你跟我談靈魂 有人說追求詩和遠方 詩和遠方是不是得人去走 詩是不是得人去品 人去血 你這穿著衣服說這個話 你不覺得跟自己的精神不符嗎 你不覺得不是言行一致嗎 啊 你不覺得這是這個這個 智慧 我這說的是不是有點遠了 你們能聽明白嗎 有多少人現在聽完我說以後 頓時感覺毛策凍開的 不是那個就是對 請思想開開了的 開開了打開了 有開了的是吧 有開了的是吧 開了的兄弟多的不說了 我們有一些東西 當我們明白以後 我們需要做什麼 最快的時間我們需要做什麼 實踐 學而時習之不予樂乎 要去練習 今天這個天 兄弟 不是我我說你自己看看 今天這天 啊 窗外的陽光 你看看 啊 多的不說了 所有剛打開了那些 毛策凍開的那些 出去吧 從今天開始堅持做自己 明白嗎 不要管別人的那些眼光 馬上脫了走出去 去吧去吧 現在開始走出去 夠夠夠夠夠 走出去 啊 兄弟堅持做自己 從那一刻 然後回來以後 你去完回來 在這個直播間 咱們再打字 分享一下你自己 開心的經歷 你看看你的生活 是不是解压了很多 你看看你的生活 是不是改變了很多 那些本身 無家可歸的 你可以看看 是不是有穿著制服的人 把你帶走 關在一個小黑屋裡面 提供你衣食住行 沒有的話算我白說 甚至還會有很多的人 就是因為你這樣做法 而感到說 很尊敬 他們會拿著相機 攝像機 各方面的可能會 給你做采訪 沒有關係 你的生活改變 就從今天開始 OK Keep it real 師哥交警來了嗎 這可能就是你第一個粉絲 記著 Open your heart 打開你的心 OK Keep it real High five Yeah 兄弟們 棒棒的 棒棒的 開學了 老哥難受 兄弟啊 這個東西啊 在於你怎麼看 你比如說 以前 歡迎 這個叫不談的皇帝啊 歡迎歡迎 我裸奔 現在已經在警車上了 兄弟 那你這純屬吹牛逼 我說真的 我不知道你家住幾樓 但是從我說完這話 到現在總共兩分鐘的時間 你出警 好歹需要五分鐘的 除非你住在警察宿舍裡 說你出門碰你們家三叔了 你麻將 這不穿衣服啊 我要釋放自己 那可能 人給你教育一帆 那來得及 你這純屬騙人的 兄弟有些東西你必須得 try 去做一做 你像我也經常的 知道不 在夢裡的時候 你看我晚上睡覺 從來不穿衣服 因為但是我跟大家講一下 咱們的區別 人有些人說了 你主播你說 你敢做嗎 兄弟我給你講一點 我每天都裸奔 我每天晚上睡覺 都不穿衣服 這個所有人都知道 好吧 你們carecare 我晚上睡覺穿衣服嗎 我都不穿 那有些人說你在家裡 你沒出去啊 兄弟 我從小是幹嘛的 我上輩子是幹嘛的 你們都知道不 我剛給你講了 我做的那個前世的夢了 你知道的不 我不是一般人 我白天是我自己 我在肉體中 躯壳困著我的靈魂 晚上的時候 我有方法我能跳出我的躯壳 出一溜达去 我看到好多跟我一樣的 就是那種可以掌控靈魂的人 雖然是少數 就晚上這種聚會 我沒法跟你說太多 因為這屬於泄漏 泄漏 泄漏 泄漏天機 知道不 我跟你講當你的靈魂脫離肉體的時候 它是往上走的 你明白嗎 你會自然飄到你的樓頂上 你那個時候晚上你站在樓頂 你往周圍一看 你看樓頂飄浮了多少人 這些都是精英 這都不是凡人 這都是最有可能 如果這個世界上說人類來自另外一個星球 如果有外星人的話 他們絕對是第一批回家的人 羨慕去跑 但有些我沒法告訴你是誰 你知道吧 我看見過很多大家互相認認 沒有一個穿衣服的 為什麼 因為靈魂是不穿衣服的 靈魂是一團能量 這是科學 靈魂可以變成任何的狀態形態 對吧 你說我今兒 我想表現的 就是舒服一點 不用走 我可以變成一顆蛋 然後我可以滾 你聽過一句 好像是三字經理 還是什麼裡面寫的 滾蛋滾蛋 聽過這個嗎 聽過這成語嗎 滾蛋 怎麼來的知道嗎 我就問你一點 滾蛋你知道怎麼來的嗎 你說你上網查什麼東西 扯蛋沒有人知道 歷史學家沒有一個人 高小松老師 誰馬為都來了 解釋不了這事 沒有嗎 那是當你變成靈魂狀態下 變成一個蛋 風一吹你滾了 這叫滾蛋 形容什麼 你以為那是貶一詞嗎 不是 這滾蛋是代表一種形態 一種姿勢 一種狀態 就跟那個數碼寶貝進化了 是一個道理 你懂嗎 其實成語 我說真的 你學過嗎 你聽我這理論嗎 你長那麼大 有人敢把這種天機 解剖到你面前嗎 對吧 說我今兒想表現得張揚一點 對吧 我想來點不一樣的 嘩 我一變 我靈魂狀態 對吧 我變一個 對吧 別人一看 哇 好大呀 哇 哇 這麼大 哇 有人是說點實際的吧 那個剛給我看一眼彈幕說點實際 那人ID叫什麼 就剛剛那個打這句話說點實際的 我跟你去說 你能辦個牌子嗎 這是最實際的 你有六塊錢嗎 我問問 你掏著你兜 左邊沒有你掏著右邊 上上一口袋 有口袋嗎 支付寶啥的 螞蟻花吧 有嗎 找找有六塊錢能湊出來嗎 不能湊兵借個螞蟻花吧 你開個粉絲牌行嗎 這話實際嗎 你覺得 真實嗎 real嗎 但你做不到啊 為什麼 實力不允許啊 我天天都想講實際的 來 送個飛機 誰 我想看看這個房間 誰最實際 誰最真實 這個世界上現在活著 還有什麼比說 掙錢更真實的事情嗎 做直播不掙錢 人家都掙錢 感謝我母子的奪保戰機 你看看母子多真實 兄弟們 母子真實來一波 彈幕母子真實來一波 真的我母子多真實 天天這說真實 那真實 全是扯淡 全是扯淡 對吧 每一天我們每天都說著言不由衷的話 哎呀好久不見了 過兩天我們吃個飯吧 你記著說過兩天吃個飯的 就是這輩子不吃了 短期兩年之內 咱們應該是見不著了 更別說吃飯了 對吧 一問那個你在幹嘛呢 啊我困了 我睡覺了 那好的明天再跟你聊 對方如果跟你回這句話 這輩子都不想跟你聊天 啊晚上七點半新聞聯播還沒播完呢 你睡什麼覺啊你 我家狗還醒著 那晚上還十點鐘還最後遛一次大小便呢 你七點半你幹什麼工作呢 你睡覺了 啊 對吧 你畢業的那些同學 大學的也好高中的也好 小學基本都聯繫不上了 能聯繫上的拉個群在裡邊隨便發一個 大家有機會聚聚啊 什麼時候死了以後靈魂都統一 大家都去那個世界 那時候聚上贼開心 哎呦你不是我小學同學嗎 哎呦你哎呦咱們終於聚上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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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有什麼用啊 對吧 有什麼用啊 你跟我讓我談真實 真實的東西能說嗎 你看房間裡除了母子 除了care剛剛的 還有哪幾個真實的 來真實一下我看看 我就說一最基本的 直播是不是掙錢 正常所有的人直播是不是掙錢 你看這兩天新聞報道 某手的那主播 說請了多少多少明星 花了幾千萬 然後怎麼樣的那個 在什麼鳥巢辦個什麼婚禮 什麼那個 真實嗎 誰真實啊 來的人都沒PS 這還不夠真實嗎 錢哪來的 是不是得賺錢啊 所以我也想 你想真實的看個節目 沒問題啊 明天鳥巢我給你辦一個 獨立的請你上台 沒問題 你先刷五十萬 刷五十萬 你要查我就給你辦一個 全管請誰 你刷五十萬 你真實 你真實起來嗎 感謝我這個叫做 五州女皇帝 賀澤天的 愛你嗎 你媽這名字起的 你是小志粉絲吧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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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我說的這個真實了嗎 啊 還有沒有啊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keep it real的 我告訴你今天下午沒有做任何準備開播 就是套路禮物 感謝 懶惹 愛你萬年 我好久沒有好好收禮物了 你知道嗎 今天下午沒有任何的主題 就是感謝房間裡 看看到底誰real誰真實 你平時說真的 你活到15年 活到20年 甚至有些活到30年 你越活越回去了 為什麼 膽越來越小 壓力越來越大 肩上的彈子越來越重 你們越來越不真實 今天我就教你們怎麼釋放自己第一課 先真實一點 我們先拋開那些什麼虚情假意 什麼那些東西網絡社會不說 人與人之間我們通過網絡拉在這個裡面 我到底看看房間裡有多少真實的人 是真實的活著的 今天就從一個小禮物做起 感謝兄弟們的額旦 感謝兄弟們的小禮物 就從今天開始做起 來吧 我看看房間裡有沒有真心呢 兄弟我來企鵝 現在這麼一想 時間過得真快 為什麼 因為突然一想呢 說再過幾個月又要講十二生肖運程了 那意味著什麼 感謝我甲鱼 兄弟你看到甲鱼都出手了 感謝西瓜用牙切的奪保戰機 媽呀這是個新朋友啊 這個ID我得記住 西瓜用牙切兄弟 你生活是太拮据了 一把刀都買不起 你這家伙把人類活到最原始的社會 但你能拿出五百塊錢給我刷個飛機 感謝迪斯佛羅來你 感謝 你看看房間裡這些 真實的人還是存在的 為什麼 我相信還是那句話 我說了一句話 你覺得這人吹牛逼 你是這麼覺得的 有人覺得 哎受用了 有人覺得 帝師說的好 有人覺得 哎呀哈哈一樂 這就是人跟人之間的交往 我說的東西 有些人 能聽懂 你智商不夠 你沒有那什麼 你永遠聽不懂 感謝三勤父老 夢幻馬車 感謝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說 我來企業這一年的時間 不到一年的時間 或多或少 咱們交過一些真心 或者虛情假意的朋友吧 但這都不重要 感謝2KY 好久不見了啊 兄弟 愛你萬年 感謝 這都群里的兄弟 那我想問問 那到現在了 我說大家真實一點的時候 你們有幾個人能站出來 管他呢 來看直播快樂就完事了 你看多真實 就這麼簡單 快樂就完事了 下午需要什麼準備書嗎 需要準備什麼主題嗎 沒有 就是真實的 就是刷禮物 怎麼人家娛樂主播 沒事開開說說八卦 或者今天連連麥 調侃一下 打打PK 幾千幾千的禮物刷 我在這兒苦口婆心 給大家講我人生中的經歷 給大家講社會中少走的彎路 給大家講每個行業少走的誤區 在任何 不管從餐飲到服裝到時尚到潮玩 到旅遊到任何的這些行業 我們都身體力行的走在第一線 讓你看看 到底這個行業背後的怎麼回事 讓這些所有不懂的小白 有可能在這個直播間 簡單的一個直播 一個下午改變你的一生 改變你的未來 為你的世界天穿街馬 打開一扇窗 我們幹的是上帝和神幹的事 兄弟我們容易嗎 在這兒我就要你一點禮物 六塊錢開個粉絲盤 你跟我說沒有 你的人生六塊錢都不值 你看啥直播呀 真實嗎 這話真實嗎 我心裡就這麼想的 昨天一看 今天淘寶開會還跟我說呢 說哥咱們現在流水 第一沒有在全民的手好 說整個這個大環境影響都下滑 我說那沒事 說第二哥咱的利潤變少了 我說為啥 這好多東西參加活動也好 什麼也好 你這優惠或者力度各方面的 你看著好像走的挺多 幾百件幾百件 你跑掉各方面的 你沒啥利潤 那天天一開會我也懵逼啊 你說我是摸著良心在說的 我覺得人在做天在看 我如果說賣的東西說真的有問題 我如果沒著良心說在這兒 跟以前似的 我也不叫沒著良心 就我打個比方 對吧 我這東西兩千塊錢成本 但是這東西說白了就是 沒有 只有我有貨 我賣二十萬 有的是人搶著賣 我賣一個我掙十九萬多 對吧 那我現在沒有啊 這東西說成本二百 賣多少 賣二百五 對吧 有的東西 二百成本賣多少賣三百 三百二 你還不夠累了呢 但你費的心思說真的比以前多 感謝兄弟一三一四要報 蝦米靠做鴨 刷禮物 我的媽呀這兄弟做鴨都來刷禮物 這真太正能量了吧 兄弟你感受到這個房間的溫暖和正能量了嗎 這兄弟都做鴨的 在這種經濟形式下 都過來給咱刷禮物了 而且我說真的一個最基本 你看看這個做鴨刷禮物的點 正常的鴨子現在還沒起床呢 因為晚上八點以後才上班啊兄弟 感謝感謝 不是你的禮物打動了我 而是你這個熬夜不睡覺的精神打動了我 黃金時間這下午幾點我一看 好叫三點鐘不到 你就過來刷禮物了 感謝感謝 你以後一定是名鴨 加油做啊 成本兩百塊錢 賣三百貌似也賺的不多 我不是我跟你講一點啊 這個淘寶有很多的費用 你算不了 你知道嗎 很多亂七八糟的開銷 很多東西你算不明白 你看著好像 就OK了 但是你最後算出來以後 意想不到的開銷太多 感謝第一師粉絲第一人 贈送的三個愛你萬年 謝謝謝謝 所以兄弟你說真的 那咱在這 人生總要往上走 人生總要進步 我還得養家糊口 那你說真的來企鵝這 這麼長時間 我今天一看 不賺不賠 沒虧錢 我很開心 因為很多現在的節目 都主動找我 有一些本來應該給的場地費 本來應該給的這些費用 我們都可以 能憑本事蹭就蹭 盡量都不給 感謝啊 感謝粉絲第一人長期的支持 感謝兄弟 第一師除了我表哥以外 我榜被抄 什麼東西 我榜被抄 你叫我啊 我睡了 我也挺真實的 好可以可以可以 你可以暂時不會有人 能抄你的榜 房間各方面的實力 不是我就說一點 你看我直播多少年 你看我直播多張時間 兄弟我就想看一點 你有誰是新人 你覺得 說第一師我覺得 真的挺感謝你的 我可能就能送這一塊錢的禮物 我贈送你的一塊錢 我有這十塊錢的禮物 我出十塊錢的禮物 我表示一下 我沒有說大家說 倾家蕩產 你給我吃什麼 沒有 咱也從來沒套過禮物 但是兄弟咱稍微走一走行不行 我就看著開心 我說白了也沒有別的 咱也沒有任何比賽 我也不差這點 你差不差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下午 既然聊到這兒了 我還是那句話 我就想看看到底 將心比心 這個社會 能不能 講真實 你口口聲聲 天天說啊 第十個好節目 我來看看 誰不來看啊 這東西我看完拿出去吹牛逼 變成我自己的東西了 誰不懂啊 感謝蟲子啊 兄弟 長期的支持 感謝兄弟愛你萬年 有人說PK吧 兄弟到下午跟誰PK啊 我今天還答應跟金河聯個麥呢 但是本來說的是晚上 結果晚上我一看我不播啊 金河現在也沒播吧 金河馬上去參加企鵝那個叫做星計畫的那個節目啊 所以可能想先提前預熱一下 不過到時候也沒關係 如果聯不了麥的話 那個節目我看看啊 因為現在會場好多東西還挺亂的 我看看如果他們跟我說弄好的話 我可能會去 我如果去的話 到時候現場再幫著介紹也行 你到王者榮耀冠軍呢 我沒拿冠軍 我昨天參加的是 十三他們弄的一個 王者榮耀的一個 線下的一個比賽 然後這個比賽可能是跟虎牙還是跟什麼東西合作的吧 然後我就沒直播 然後現場來了 全國從上萬人裡面篩選出來 確實是就是有職業的 有半職業的 包括感謝有趣的靈魂的三概一萬年啊 感謝兄弟 感謝兄弟 這肯定是真的 什麼東西 你口口聲聲稱朋友 什麼是朋友 講究什麼 啊 錢 就是感情的是金石 人家都說借什麼別在錢 談什麼別談錢 你看房間裡談錢不一眼有人 你看這些 開守護的 雖然只有六塊錢 這些兄弟挺你的 我雖然很多我沒有看到名字 感謝這些暴登呢 人家最起碼盡自己的能力 人家表現 人家覺得哥 我就有這個能力 我就使這麼大勁 OK我使勁 在這說一聲 真的謝謝這些人 多懂不說了 我為什麼不選 我要真想套路禮物 我為什麼不選在網上 我為什麼不叫皇帝來 我就想看看 每天我把你們真的當家人 當兄弟的這些人 咱們將心比心的 就我空口白牙 在這說一句 我說兄弟們能不能支持一下 我看看到底有多少人 真的說發自內心的說 哥我想支持你 這是真的 什麼是真的 很多人跟我說 哥你在這浪費了 天天在微博跟我出謀劃策 你應該怎麼著 應該怎麼著 兄弟啊 感謝三勤父老的夢幻馬車 感謝兄弟們筆心 感謝兄弟們暴登 人生這個東西啊 你再牛 你再有能力 它也是一座囚老 我們永遠都是被困在這兒的 我沒法做照真正的說 你知道那種感覺 所以人都有受苦 都有無能為力的時候 都有感覺自己渺小的時候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兩種方法 第一是通過自己 或者時間 治癒你 沒有什麼人能幫你 沒辦法 你就扛著 誰讓你是人呢 誰讓你是男人呢 你就只能扛著 我相信房間裡很多人 應該跟我有這種共鳴 我這些年遇到的這些東西 太多太多了 包括我說真的 這兩年 算是我人生的低谷期 將近兩年的時間吧 真的是我人生的低谷期 但這低谷我怎麼走過來的 一個是身邊的一些朋友 一個是你們 我覺得 就是這樣 特別感謝你們 我現在依然在我人生的低谷期 各個方面 整個現在經濟不好 我說真的我前兩天要債 然後我昨天我那個債主 就是跟我借錢的人 他跟他老婆都來了 賬戶上你一看 流動的錢不到兩萬 那之前也是個上億規模 不敢說上億 我最起碼趁個幾千萬的朋友 為什麼呢 做文化行業 你知道文語行業 特別是關於寫作 小說 出版 等等這些相關 包括遊戲一系列的 你知道現在這個行業有多難做嗎 我相信房間裡 一定有從事這個行業的 我不知道有誰是從事文語行業的 你們就可以知道 我說的這個東西對不對 我覺得我朋友還是那句話 雖然欠我錢也好 怎麼也好 但他說什麼我都能理解 因為確實這個社會 誰沒有遇到難處的地兒呢 你看著很多的人 你好像掙錢流水怎麼樣 但其實都虧錢 現在都在撐著 我說真的一個最基本的 咱們經我經常用的一個 聽書軟件 我就不說叫什麼名字了 你看著用戶量很大很 什麼東西沒錢 你隨便那小說的分成什麼那東西 每半年能給你結就不錯了 不多 有的可能幾萬塊錢 有的甚至幾千塊錢 結不出來沒錢 有用戶嗎 有有概念嗎 有融資能做嗎 能融不到錢 為什麼 最起碼要十億以後 現在所有的這個行業 所有的人都在看都在觀望 就在看我們這個未來 到底應該怎麼去走 所以現在很多的東西 我跟大家說一下 包括準備去就業的朋友 目前經濟真的不好 這沒法虛偽的去跟你說 因為這東西騙不了人 你慢慢的一定能感覺到 在逆境之中 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去抱怨 我們去說啊 怎麼怎麼樣 你應該憑什麼 那你為這個社會 又提供了多少 你做了些什麼 我自問 對這個社會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貢獻 最起碼咱做的東西 不足以去改變這個社會 可能幫了點小忙 也可能倒了點小亂 但我從來沒有抱怨過 我說這些話 也不是為了抱怨 我是為了真的把你們當家人 當衣食父母去分享 歡迎小A 所以在這樣的狀態之中 我也有低谷的情緒 我也有情緒說不平衡不滿的地方 兄弟你想一想 比如說我做了一年 這一年累不累 苦不苦 苦談不上 因為苦中有樂 但是兄弟們你看這一年 說真的也做了挺多事 做了巨多的節目 那投入了多少 我不想去說了吧 一年算下來不正不虧 我收入也不低 對吧 咱每一分咱拿的禮物 都是真金半銀 也沒有工會刷的 所以 兄弟你們能了解我在說什麼嗎 現在就是這樣 但我始終堅信著 我 在經歷不好 但每一天我開直播 看到房間裡那些 遇到困難的人 跟我說 弟師你能不能借我五萬塊錢 五萬塊錢能救我一條命 為什麼 弟師你能不能借我三千 這三千 我跟你講 太重要了 怎麼怎麼樣 天天在這說 唉 看到這幫比過的比我還差 我心裡好爽 沒有我 我看到就是 你知道吧 咱們身邊 感謝弟師粉絲第一人 愛你問你 看到他們 正在經歷 不信我 我心裡就 有時候就 也莫名的挺開心的 我也不知道為啥 所以我這人不虛偽 我實話實說 你有的時候你知道 人家過得比你不好 你心裡很難過 有一些每天問你的問題 在私下跟你說的那個 弟師我跟你講 為什麼你要借我這錢 因為我網貸買東西 消費太多了 我沉迷於網絡 我怎麼怎麼樣 我當時就想跟他說 活該 這都是我早年走過的空 我跟你說沒說 直播裡我給你講沒講 都講過吧 你不聽你不看啊 對吧 你說的有時候說真的 這些人挺給我歡樂的也 我沒有任何說 你知道吧 貶低大家的意思 但我真的把你當家人 有什麼說什麼 有一些東西 真的 我覺得這個人真的太可憐了 有的力所能及的咱幫一把 但每天這樣的人太多了 更多的我說真的 我總結出來 真的就是作 活該 真的就是作 太作了 你說你賭博你跟我借錢 我借得著你錢嗎 那不活該 那不得給你上一課嗎 我借你錢 你遲早長不了畸形 這就必須得老天 你做重的因 你他得這個果 你知道是怎麼回事 你看我說到現在 爆燈你看挺多的吧 你看房間裡真正送愛你一萬年 送飛機的有幾個 我直播到現在四年 按理說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我雖然沒有說到馬路邊 錢到一分錢都跟大家去那什麼 但是我覺得我把我 前半生所有經驗的積累 把它化成你們能聽懂的文字 和娛樂的方式 讓你們在歡聲笑語之中 感謝秦川的夢幻馬車 去過渡 因為現實已經很苦了 現實你如果比慘的話 我相信如果連麥 我說真的 每一個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能把你評估 能讓你長得共鳴 除了那些找白胡子老頭 什麼 什麼晚上去拉野屎 撒野尿 然後什麼狗把屎偷了 什麼這些故事以外 我說的是真實那些 我相信生活中的 苦的東西 樂的東西 它一定都有共鳴 只是你們還沒有人知道 你的故事還不注意說 讓人覺得說怎麼怎麼樣 但我說真的有意義嗎 每個人都有 我們身邊的父母親人 都有這些問題 我在這再去說這個沒有意義 我只能在房間裡去告訴大家 不管我今天狀態怎麼樣 不管我經歷的是什麼 問題是什麼 好 我選擇以這種態度面對 當然 我也有時候是覺得說 我實在忍不住了 或者我突然壓力太大了 然後怎麼樣 我可能崩潰了 我可能炸了 我在這房間你看著我 可能說破口大罵 但我不會罵你們 我覺得就是這樣 好嗎 所以今天下午還是那句話兄弟 一點準備沒有 就是我本來準備晚上直播的 然後得知那個帝王套 晚上五點鐘開始比賽 我想說那我就下午播一播吧 因為畢竟能幫他們引引鈴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下午五點比賽的 這樣的話就到房間能支持一播 而且這一次還是那句話 楊教練跟那個 胖子他是分開比 所以這次所有帝王套的全員都會在 然後我希望兄弟們多多給他們支持和鼓勵 輸贏無所謂 贏固然很好 但我覺得通過前面的這些比賽 等等那些 我覺得打的從節目效果 從直播角度 從講解 從娱樂效果來說 我已經對他們很滿意了 好吧 所以說胖子 下午不要有什麼壓力 輸了的話呢 收拾包袱 然後直接我給你買票 你可以回家了 好好的歇一歇 人生太苦了 就不要出來受難了 在家好好待著吧 兄弟這說的沒毛病嗎 我人還是比較不錯的 我跟你講 這看給我發個什麼玩意兒這麼長啊 你等會兒啊我稍微給你做 感謝我滿功的一個製作王者 滿功好久不見了 這也是咱們幾年的兄弟啊 也在群裡 感謝滿功的製作王者 媽呀太感動了 真太感動了 我沒想到真的 就是咱們的這個粉絲裡 我撲口撲心的說 說成這樣 這麼真實 有人能刷個2000塊錢 除了care以外 真的太感激了 多都不說了 因為我房間的戰鬥力 我心裡有數 這幫逼是真的摳逼啊 真的摳逼啊 真的 我問問房間你這些白嫖的人 就是你連牌子都沒辦 彈幕也沒打 然後什麼都沒幹 從來都沒參與過 然後就一有節目 各種自己偷偷偷摸摸的看 就甚至說 就怕人提到你的名字 然後說帶你節奏的這種人 你家裡有買過 叫手指這個東西嗎 是不是上完厕所 摳一下還是說了說了 我很少會主動說 大家說就是 真的都鼓勵大家去刷刷禮物 但是有最近我沒咋 這兩天不歇了兩天嗎 然後我最近一看 我這好像我真不知道 我在幹嘛呢 歲數這麼大了 不想說多去掙點錢 在這種逆境之下 趕緊去鋪好一個路 你也不能天天吃老本啊 對吧 你也不能天天的 就說真的這麼 這麼 就這麼去做 那這東西怎麼能當做工作去做 你沒法當做工作去做 你只能把它當做愛好 但是這愛好佔用你太多時間了 我看看care給我發的什麼啊 這是他一個網友給care發的私信 應該是 care女皇 我是一個西安的男孩 抱歉打擾你了 我真的不知向誰去傾訴了 我覺得你是一個善良可愛的女孩子 今年我25歲了 感覺到自己人生活得毫無價值 現在還虧了 花呗三萬塊錢還不上 我也不敢 他這個留言怎麼好像也給我留過 好像也是複製年貼的這句話 我也不敢和家人說 我是真的害怕 很無助 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看見我說的話 劍還打錯了 打了個下劍的劍 哎呀文化堪憂啊 然後等會啊 我是真的走投無路了 我真的希望care女皇可以拉我一把 讓我做什麼都可以 身份證 錢款的記錄 發給您都可以 我想問一下 你當你跟人借錢的時候 我先說一下技巧啊 其實真正啊 借你錢的人 你不需要說這些 沒有意義 其次你說我為你做什麼都可以 我先問一下 然後你說把身份證給人什麼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 你唯一有的東西就是你的身份證 然後你這三分證 你覺得我把身份證交給你 然後值三萬 是這邏輯吧 你不優先應該想的是 我為你去真正做點什麼 你如果借錢的話 你應該先分析說 我雖然現在沒有錢 但我可能有腦子 我可能有力 我可能有那種說 就是那個滴水之恩的那種精神 你這邏輯都沒有纏出清楚 我不明白 你把身份證拿著換三萬塊錢 你這又不是裸袋 你去裸袋 你還得光著屁股拍幾張照片 然後拿身份證 才能借到這個錢呢 而且這個裸袋 還是看體積 不是看 看你信譽的 你知道不 信譽大的話 可能能借到三萬 你信譽小的話 我說那三千都不一定值 你知道不 好 我真的希望看你 可以拉我一把 讓我做什麼都可以 身份證 錢款記錄 發給您都行 我真的不是騙子 當然 您肯定不信 也許 你猜對了 我也不信 我也只是在找希望吧 我希望女皇可以拉我一把 對不起 我明白了 這應該是鴨子轉行了 這應該是鴨子轉行了 新套路 看到可能女皇跟孟哥 觀影可能挺好的 先說那孟哥能做的 我也能做 是這意思嗎 求求女皇拉我一把 做什麼都可以 你是我最後的希望 也許是寄託吧 對不起打擾到你 我覺得人生 就到這裡了吧 然後care給人 還回了一個 沒懂啥意思 他有緊接著說了 緊接著說了 他的才華去那麼看啊 他怎麼去 報這個恩情 如果可以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幫女皇 上雲頂之役的分 來換取報酬 沒懂啥意思 緊接著說 沒事兒 我欠支付寶三萬 然後還不起了 不知道怎麼辦了 謝謝女皇能回復 也不敢告訴家人 感覺自己很無能 希望care可以幫我一次 讓我做什麼都可以 啊 雲頂之役是個幌子 他這裡面 四次提起做什麼都可以 我明白了 care 他其實是想跟你談朋友 就是 談朋友可能是高雅的說啊 呃 他其實是想說 你要不然的話 能不能 在你 在你 孤單寂寞冷的時候 他可以給你溫暖 他可以做你夜 冬天夜晚最寒冷 最寒冷的那一根暖手棒 不是 那個叫什麼 暖寶寶 這個意思是吧 我聽懂了 我聽懂了 然後問題是 你幫人上雲頂之役的分 你連你的分段 你都不說 那楊教練 那你要這麼說 是不是糊了 你楊教練 再次能幫你上個王者呀 你這麼說 王教練 一個人能借六萬 那楊教練以後 我不準備發你薪水了 你就挨個私信 咱房間的各種皇帝 你知道我 總有上鉤的 但是我實話實說 咱不是說 質疑說這件事情是真是假 而是每天我說真的 我收到類似的這種信息 多了去了 一開始我真的會回覆 會怎麼怎麼樣 但你知道有些人 就是看到你回覆了 喪心病狂的給你留言 然後到最後就是那種 氣急败壞 你為什麼不幫我 你這個虛偽的人 前面還是說那種的 我願意給你當牛做馬 恨不得跟你 就是說真的 你如果真的 說今天我覺得 我牙疼 那我沒什麼能抱的 我給你舔點屁股 看消炎吧 就這種 就感覺這種 就什麼都能幹 結果我就因為 三天沒回覆他 緊接著就開始罵我了 你奔轉黑了 我告訴你這人 你一點都不真實 啊我跟你借三十萬 你都不借 你為什麼 啊 就開始了 這都啥人啊天天呢 你不懂啊 現在這社會變呢 對 對 要不然就是拿生命 給你做威脅 就告訴你說 我現在已經在 就是說 一開始那意思就是 我給你發這個 我也不希望你能回覆 我已經想開了 明天我就去死 而且我告訴你 我都想好 遺書都留好了 沒有任何一個人 能夠攔住我 我一看這不行啊 我回覆了 八一回覆 緊接著跟我說沒事 也沒有提錢啊 我就是人生 我說那你怎麼了 我能不能幫忙你 緊接著夸來了 你能借我兩萬塊錢嗎 我啪啪啪一堆啊 就開始說 我這還沒回覆呢 哐哐一頓打一頓說 想好了沒事 你不借也行 我明天就死了 然後怎麼怎麼樣 沒回覆 可能忙 沒看見 一周以後 我回覆了 你還在嗎 一分鐘以後秒回 我還在 第十 你能借我這個錢嗎 我當時我就拉黑了 為什麼呢 我害怕啊 我一想變成鬼了已經 大白天呢 還能跟我聊天 你這麼說 他是個利鬼啊 我不能跟他聊了 這萬一從手機裡伸出個手 把我抓進去 我上哪說理去 報警 人家都覺得我神經病 他們都不信 所以我就拉黑了 那朋友 如果你在看直播 你能理解嗎 我真的不借你錢 是你變成鬼了 我太害怕了 雖然這方面我比較了解 但你下午能出來的鬼 還能回覆的 我沒可能接觸的鬼少 沒有見過這種屬於什麼品級的 你到什麼段位 我怕治不了你 好吧 師哥 師哥我不借錢 我借人可以嗎 我們都受過專業的信念 間接不孝 除非忍不住 所以我說的是實話吧 你看我今天下午 現在一點主題都沒有 但是兄弟我給你們說的是實話吧 這是真事 我可能說著帶點娛樂性 說著帶點誇張也好 怎麼也好 但是我不明白這個社會 這些人你是覺得每個人都欠你的嗎 那你覺得別人欠你之前 你先問問 請問你為這些人 或你為這個社會做過什麼呢 我們都說將心比心 誰先提出要求 那麼你是否應該先考慮一下 我要求的這個人 我為他做過什麼 這樣我才會有期待和回報 我們素未謀面 我們在網上 你可能沒有給我刷過一份禮物 你也沒有進我的群 我沒有一點交際 如果每一個這樣的人 你的故事都是真的 我都借你錢 蚂蚁花吧也不夠啊 蚂蚁花吧 現在的規模是能夠借多少錢 兄弟們知道吧 3000億吧 如果沒有借錯 是3000億吧 你們有人知道 這3000億哪來的嗎 這個又牵扯 行業內的東西 我不知道能不能講 但你們有沒有覺得過 說這3000億的這個錢 說全是馬雲掙的嗎 全是阿里巴巴的流水嗎 是3000億哪來的 你們想過嗎 有人知道是吧 對有人懂 走了一個銀行的漏洞 也不叫銀行漏洞嗎 世界規範體制內的一個漏洞 對 走了這樣的一個漏洞 NO 媽的你倆 等會兒我看見那狗 一直在撈籠子 問 誰在那一直在撈籠子 怎麼就把你關起來了 怎麼就把他關起來了 啥意思 一直在撈籠子 師哥打狗了 啥意思 師哥我不借錢也不借人 借我點網絡可以嗎 啥意思啊 什麼網絡啊 我給大家說一下啊 這個錢 你們懂ABS是吧 你們要懂呢 我就不講 特別簡單的一個邏輯 就早期的這個ABS 你可以理解為一個 債券或基金 你可以這麼去理解 就是最早其實 我說一個最基本的 就是你要跟銀行貸款 你不可能說貸給你3000億 憑什麼貸給你3000億 你怎麼估值 你估值最起碼要值6000億 我才能借你3000億 那這個支付寶是怎麼做的呢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就大家就理解了 我呢 有30億 然後呢 我想從銀行做一個 用我的財產或各方面的東西 做擔保做抵押 那我想從銀行呢 借40億或者50億出來 或者我就是等值借30億 因為我有30億的這個還款能力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OK 我帶出來一個30億 那總總共有多少呢 我現在可能有60億 這60億呢 我發一個這個 就這個專業術語 我就不說了 發一個類似於 這麼這麼個基金也好 這麼一個借貸工具也好 發到這以後呢 正常在沒有網絡的情況之下呢 我發了一個60億的 就跟這個典當行 或者說這個個人的銀行一樣 那我有我自己審評的這個機制 只要我認為符合我這樣安全 有還款能力的 我就把錢借給他 那每一個人是有限額的 因為我全是小額的放款 所以回款率的危險很低 再加上我這一套評分體系 資質體系 真正的評分體系跟資質體系 這個是非常非常難的 你知道吧 非常非常難的 這是一個大數據整合的一個結果 能評價出這個人是否有還款能力 明白吧 其實就是借貸公司 但是以非常低的利息放給你 但你記著 我因為是個人 我承擔一定的分險 我不是銀行 我從銀行借出來這個錢的利率是極低的 因為銀行給我 銀行放的是 我不在乎你的一個客戶 我在乎的是我每年一定要放出去 多少筆好的這種信用的貸款 那你這個是其中一筆 所以我給你的利息非常非常低 大概是1.2 但我把這個錢放給你就不可能是1.2了 我最起碼可能是1.5或者2.0 我掙這個利差 那你如果我30億或者60億50億或者100億 我全放出去 我這個利差 我能掙多少錢 你算一下是很可觀的 那麼最主要的是什麼呢 我成立了這一個債券也好基金也好 那麼在世界有一個規定 你發這種基金和債券讓別人來買你這個 你放款出去的這個東西的話 你必須把所有的貸款都合理合法的放出去 空了變成零了 那你可以銀行重新 因為為什麼你這些都是好資質的評分 你把這些錢都放出去了 代表你完成了可能銀行要完成的這個任務 那你當你把這些東西全放出去的時候 銀行覺得這些錢每個月都有一個固定的利息還款 是非常可觀的 那重新再給你發一個吧 這些錢重新流水又回來了 你重新再發一遍 以前最主要的一點是什麼 世界沒有對這個的規定說你可以發幾遍 你空了重新發 因為你不斷有流水進來 你每個月都有還款 而且是帶利息的 每個月都產生這個 每個月都產 你可以無限次的發 那麼當時發了多少次呢 這我不知道能不能說啊 反正發了巨多次 因為為什麼他把這樣的一個形式挪到網絡上了 正常的金融模式是這種一年最多能把錢全借完 但你新一年的回款又回來了 但在網絡之中這麼多的錢 兩天一周全都放出去了 這在傳統裡面是不可能的 那因為一周的時間全放出去了 啪我又改 我從心裡面又有三十億 我再借一周又借出來了 無限講無限借 明白吧 直到最後人發現了 那銀行說 那你這麼著我沒法做了 那誰還跟銀行借款呢 全軍你那借款了 你那還方便 對吧 還沒手續費 人還沒壓力 稍微利息也差不了太多 人還使用你的工具 結果一查確實沒有違法 人確實沒有 人只是利用了這個規則中 你沒有說的這部分 於是因為這個制定了一條規則 最多這個產品你只能輪回發五次 但是因為前面的這一些 已經無數發了可能幾十次 甚至上百次了 所以它已經可能是一個 五百億六百億的這麼一個盤子了 從三十億翻了十倍 已經是這麼大的盤子了 那你現在最多只能夠放四次到五次 最多是五次 那麼你算算五百億這個盤子 或者將近六百億的這個盤子 乘以五放五次的話 三千億大概就是這麼滾出來的 這我說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聽懂 就這個是一個稍微簡單一點的 靠近哪麥克風 我靠你媽近點 靠近哪麥克風 你先把牌子辦一個滾出去 別給我提意見知道嗎 這他媽是手機上的麥克風 這是企鵝做這個染件的時候 裡面沒有裝那個麥克風增強的那個 這是個bug好嗎 這跟我近不近沒關係 你看有一個帶牌子的在那帶節奏嗎 你沒牌子我問一下 你憑什麼認為來我的房間 你可以給我提意見滾 還老有人天天的在這給我發截圖 防管亂封人 我之前還管 我說真的 你那打的那字 現在沒有亂封 為什麼能查你聊天記錄 要么是帶節奏的 要么就是在房間裡 之前就是在罵人說什麼 你還有臉來找我舔這個臉 你跟我這玩無間道呢 兄弟這就是個網絡 你那就是個一級牌子 你重新辦一個就完了 你說真的 你當黑狗 你都當的這麼慘 食你都搶不著吃 你弄一個號你都沒法弄 還讓我解封 不好意思啊兄弟 我今天心情比較不錯 所以來就說兩句 不是心情不好 今天心情挺好的 好吧 看到房間裡這麼多人 一直在給我刷這個免費的禮物 包括剛剛那個感謝啊 滿功說真的 那個我問一下 我說到現在了 一個多小時 一個半小時已經過去了 有沒有哪位兄弟覺得說 手上寬裕有一個飛機啥的 能引引流的 或什麼東西 能不能走一兩個這種禮物啊 飛機啊 月球啊 火箭啊 啥的 好嗎 但是現在這種方法已經沒法做了 現在這個口已經被堵上了 感謝還地師學費的專用號的愛你萬年 兄弟 這個我覺得這句話說的有點過了 我不是說讓大家去還我什麼東西 這個世界上有因就有果 你們不欠我任何 我也不欠你們 我們是平起平坐的 我沒有誰高誰低 我就 希望真的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直播 你看歪歪上 感謝陳柏兄弟長期的支持 感謝陳柏的浪漫發火 感謝滿宮又一個閃電超寶 感謝啊 還有沒有今天 剛來或者沒有 剛剛沒趕上這一波送禮物的 兄弟參與一下啊 雖然今天咱沒有PK 就是在這聊天 但你要覺得說喜歡我的話 覺得說OK的話 免費的禮物也好 這種有能力的這種禮物也好 或者六塊錢的牌子 咱辦一辦啊 然後啊 我給兄弟們說一下 我剛剛想起來一個什麼東西啊 這個口子已經補上了 已經沒法去做 好吧 而且我跟大家說一下 你不管你想投資什麼做什麼 十億錢不要去做 最起碼先等過了十億以後 現在所有的 如果你跟國企有交往 你跟國企有那種帳期的工作的話 比如說 哪怕你是挖礦的 感謝老子就當小弟僧兄弟的 愛你萬年 感謝就從你起這個名字 我覺得一定是那種說 空有報復 覺得不能展現的 兄弟我早年也是這麼覺得 你相信我 機會就是給我準備的人的 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 至少有三次機會 這三次機會 如果你準備好了 你抓住一個就足夠了 千萬不要著急 這是我這麼多年的經驗 我以前是什麼東西呢 我第一次很幸運 掙到錢了 然後賠了 因為我可能過於相信合夥人 那我第二次又創業 又賺錢了 又賠了 因為我可能個人太懶了 那我後來就覺得說賺錢很容易 人生中有機會很多 歡迎我東哥 歡迎我東哥 你隨便說真的 下一次還會給你機會 但後來我發現不是了 我慢慢的不知道 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沒有那麼高的自信了 我覺得社會變了 掙錢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簡單了 後來我理解到了 就是我後來想弩著做的一些項目 硬去找著 因為我覺得說 我今年好像沒有掙什麼錢 我是不是應該掙點了 我覺得都不掙錢 但還好我那個時候沒有投太多 所以很多的這個東西 我後來明白一個道理 真的是你要等 你不要急 至於等到什麼時候哪一天 沒有人會明確告訴你 但是你準備的越好 這個機會來的越早 而且機會會越多 你就像今天我跟朋友聊的 咱們做完那個 炒完那個節目以後 我覺得炒完這個市場還可以 我是沒有認識 這麼多知名的設計師 或什麼東西 我覺得如果做一款爆款的話 應該是可以去做的 而且我問了一下 目前這個行業在激增 門檻也不高 所以這個行業 我還是真的挺看好的 感謝江山美人的夢幻馬車 感謝 所以還是那句話 對於這些年輕人想創業的 首先十億以前不要去做什麼 你看哪怕你是做礦的 你是做煤的 你是做裝潢的 只要你現在跟政府是有賬期 就你需要先電款 你需要先電材料 然後正常可能一個月一結 但現在你去看 所有的結帳 賬期都要十億以後 沒有人十億以前給你結錢的 這句話我說的對不對 房間裡有做這個行業的 可以走一波 感謝我卷三爺的那個超級火箭 感謝兄弟長期的支持 這個ID我是比較熟的 雖然可能不是咱群群裡的兄弟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卷三爺一直對 對對對 有支持咱們 感謝感謝 我說的沒毛病吧 因為我很多身邊的朋友 就現在節食 現在都是按時間節點 節款 啥叫時間節點 反正我身邊所有朋友問了一下 十億錢沒有拿的回來錢呢 十億以後再看 十億不是十億 十月一號以後再看 那都年底見了 那這樣的話就造成了很多的 中小型的這種回款賬期加長 這樣一加長 他拖的也會有很多人的賬期加長 整個都一加長 你就會感覺 大家手上好像都沒錢的感覺 真的特別是大集團大公司 現在賬期越來越長 越來越難拿回來 而且現在打這個反腐 打得太嚴了 你看現在的送以前的送禮 經常以前有人說這個動不動 比如說定期每個月 光這種可能吃喝采購 我花多少錢 現在你看有嗎 全都沒有 所以現在大家做事情 我還是那句話 特別是跟政府合作 很多的哪怕白紙黑字寫下來的 我覺得還是要考慮一下 自己有一些流動資金 要不然很可能會被這個 東西給壓垮 所以在這個艱難的大環境下 大家一起努力吧 我覺得就是這樣 然後每一天通過在直播的過程中 你們也能看我的心情去分享 因為我覺得 因為這兩天不是說跟嫂子去領證嗎 那也相當於是結婚了 結婚以後又不一樣了 因為你真正領完證 你在法律上來說 你變成了你的責任會更多一些 所以真的想說 再多掙點錢 那直播這個行業現在不賺錢 我也不知道人家這帶貨 這動不動血呢 你看人那個 什麼動不動帶貨幾億 動不動帶貨幾億 動不動禮物一天幾百萬上千萬 我也不明白 真是平台的問題嗎 還是說那邊傻子多呀 問題那是直播平台呀 他不是傻子平台呀 人性是一樣的呀 感謝我賀澤天佑一個愛你萬年 感謝感謝 所以我就覺得 我有時候我第一次看 我覺得假新聞 肯定按相操作的 因為常識告訴我不可能 但你天天耳濡目染的 看到這種類似的新聞去轟炸你的時候 我腦中也出了個問號 是我跟時代接不上鬼了 啊 現在還有這種傻子平台 人傻錢多速來的 那他們為什麼不到實際中去消費 怎麼到虛擬中消費了 我說真的 這些人一塊去香港一趟 去美國一趟 啥問題都解決了 回來以後直接 啪 拎一小籠子 啪 逛又回來了 機場一下說 先生您這是什麼打開看看 啪你看 美國總統啊 你這 怎麼回事 我買了 帶回來了 我自己玩的怎麼了 我們自己湊錢買的 我們錢多你管著嗎 您請 您請 我說那也挺可以的 你這錢花哪了 平時都怎麼 就一個地消費 一個房間消費啊 這麼多錢 這就給我老去一個服裝店買衣服 他家是賣內褲的問題 你也不能每天只穿內褲出門啊 不穿的體面點 要不然你光著 動不動關注幾千萬 動不動關注幾千萬 我的媽呀 我真真有點害怕 央視新聞報導直播平台刷流水現象 這個我確實有聽說 但是我天天 你說真的你一開始質疑 但是你看人這個 我也有點懵啊 每天就什麼貸貨賣了多少萬件 多少什麼東西 我一看我淘寶店 怎麼還沒在全民那時候好呢 是你們消費能力下降了 是我淘寶東西不行了 我覺得東西真的 現在是越賺越少 然後性價比越做越高 對吧你就光這耳機 說真的這都第三版了 剛剛我一問 打過來那一版也有問題 我又重新讓人做了 因為我要求是一半金一半銀 結果做的還是不行 還要等三天 企額太小了 我說真的企額就流量上來說的話 比全民是高的 但我也不知道這是為什麼 然後我問了一下 周圍幾個朋友 他們都說淘寶下滑的很厲害 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啥情況 消費能力太差了 其實真不是 你說消費能力太差了 我跟你講還是那句話兄弟 我今天給大家講的一個核心主題是什麼 經濟再不好 一讓有人賺錢 我就說這個潮丸 就這一個東西 就這種自動販賣機 這個盲盒 你看這盲盒這兩年 掙不掙錢 前兩年你見過盲盒嗎 反正我沒見過 就這兩年 我感覺突然各個購物中心都有的 你不掙錢 能掙錢嗎 不是你說經濟不好 那人有這閒錢能消費這個嗎 跟那個沒關係 兄弟相信我 事情不要看 所有人都已經看到了那一面 說經濟下滑 經濟不好 我們都看到了 看別人看不到的那一面 有些東西我們不懂 我們可以學 你像我想做的 比如說有的行業 我不懂 所以我晚上 對吧 我約幾個 可能我在這個行業認識 比較專業的人 我先學習一下 了解一下到底怎麼回事 真的 我覺得真的 學習跟這個東西真的很重要 每天看直播 有時候真的 在閒暇同時 真的不一定非得從書本上去 跟朋友吃個飯聊個天 都能學到東西 但重要的是別找那些 真的就是酒肉朋友 在這桌上 除了吹牛逼 什麼都不幹的 那真一點用都沒有 耳機在哪兒買 還沒上線的 還沒上線的兄弟 做出來以後就知道了 多少錢便宜了不買了 不會高的 也是很便宜 這個做工是僅次於那個 達利的那個 達利那真的太麻煩了 而且他每一次踏摩 對原版都有損傷 所以這是為什麼 就做了那麼少 感謝利比亞的禮物 感謝 感謝兄弟又一個愛你萬年 感謝 上海堡壘 什麼情況 那都下映的片了 有啥可談的呀 那個導演還是我們朋友的朋友 他在朋友圈支持那個導演的時候 我直接下邊問了他一句 我說你自己看了嗎 你就支持 我因為這個說真的 我真的得罪好多朋友 你知道嗎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拍了一部爛片嗎 我們還挺熟的 他在朋友圈打榜的時候 我自己問了一下 我說兄弟我 我實話實說 你這個片我真的看了 然後他問我 他說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這是我看過最垃圾的片之一 我朋友特別尷尬 給我回了一個 那是你沒看過更垃圾的 後來一直都沒咋聯繫 我也覺得後來我一想 這麼說話是不是有點傻 但我就覺得 他騙了我幾十塊錢 你知道嗎 我挺生氣的 我說都是兄弟 我說真的就是 幾十你都騙 你呀也太孫子了吧 正常我要跟我說真的 我這樣我朋友聯繫 我說你的衣服我買了 我覺得質量不行 我肯定私下說 錢我退你 我肯定說錢我退你 這什麼鬼 我真的現在這個 唉 我真的想說今年 真的看一看 有什麼東西是能夠 適當的投資 或明年去做一做的 我覺得這樣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要更好的去找到結合的點 包括我一直說 我想 我其實真的我想做的抖音 你知道嗎 但我真的是疼不出功夫來 其實你看我今天聊天這個內容 我隨便有一些東西 我剪一剪 我說的這些大實話 錄成抖音 我覺得都會火 但讓我 特意準備一個本子去說 我也有點說不出來 就我覺得這東西 沒有沒有必要說 單門錄一個視頻 但我後面我還是那句話 當我騰出時間來 我真的我決定 我好好把這一系列 都得做一做 而且真的得 專門的團隊去做 你知道嗎 沒有團隊做不了 你一個人得干所有的活 太費時間了 投投電影 電影可真不敢玩 我娛樂圈這麼多朋友 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因為那個圈 你投了錢 你沒有話語權 你沒有說 就跟我朋友前兩天 北京有一個酒吧要開了嗎 就是北京特別有名的一個HIPHOP酒吧 然後就是想問問說 我周邊的朋友有誰 願意有一些 他們願意釋放出15%的原始股 原始股沒股就價格很低 但人家是有要求的 就你必須是 這個原始股入進來 他得能 比如說能能 比如在這個圈有點影響力 或者能帶點人 就等等這種 你這種我為什麼不投呢 因為我從來不去酒吧 我想說我投了這個錢 那你又不掌管 你又不經營 酒吧這個東西 說賠就賠了 說賺就賺了 你光看帳目 光看流水 你怎麼能知道賺還是賠呢 而且事多呀 所以很多東西 你就怎麼說呢 就你老覺得 你懂嗎 懂我意思吧兄弟 現在真不好做事情 真不好做事情 但你相信我兄弟 現在認真做事情的人 認真做事情的人 機會會更多 因為當經過這個經濟 大家都覺得不好 行業內洗牌 很多的人 就是說以前在這個行業內 可能中小型的全都被淘汰 我就說一最簡單的 文化公司 文育公司 特別是做出版 做小說 做寫作 做這種相關的這個 拒缺錢 倒了一大批 包括一些相對知名的公司 全倒了 那你這些公司倒了以後 你去看吧 兄弟你去綜合的 你去看看吧 那其實很多行業 都是這樣的 那他洗牌完了 一定會 你懂嗎 再有機會去在那什麼 等會 這工會給我發 澳元給我 怎麼看 發什麼呢 這是 說讓給什麼主播查查房 我的媽呀 這都是啥呀 長大 有的 有個別的可能還還行 還能看 王鑫出新品了 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圈內這些 就是動向 我還是比較關心 師哥我創業失敗了以後要怎麼辦 兄弟我創業失敗過好多回 沒有怎麼辦 就是繼續幹就完了 你去看這些大佬 他們也不是創業一開始就成功的 但我還是那句話 他們跟我們最大的區別是 他們有無限對於成功的渴望 他們覺得這一生的人生價值 如果就跟我們有的人覺得說 哎呀我今天如果不睡個懶覺 我就覺得我人生 灰暗了 有些人覺得我這一天 如果我不 我不減個錢 或者我今天我如果不掙個多少錢 我就覺得不行了 成功的人 他們不是在金錢之上 他們跟我們區別是 他們這個境界比我們更高一級 他們是對於說做事跟成功的渴望 就跟病態一樣 就跟有些人職業選手 我一天不訓練 不玩遊戲 我渾身難受 我不吃不喝 我不做任何事情 如果下棋 棋手 比如下圍棋也好 什麼也好 這些國手 每一天十個小時都是在下棋 他們的生活 就覺得下棋就是他們最美的世界 程序員可能覺得我這天不編程 我不做這東西 我爸想做的東西做出來 我就不那什麼 黑客覺得我不攻克 你最後一大大門 我覺得沒意思 我覺得無聊 所以我覺得 所有的這些人 他們跟我們最大的區別 是他們把他們覺得最有價值的經歷 選擇在創業上 對於他們來說成功或失敗 他們沒有任何的成功感覺或失敗的感覺 他們就在於一次又一次把事業做大做強的過程 所以如果你想要創業的話 先問問你追求的是什麼 如果你就是說安居樂業 我就想有一口飯吃去養活家人 實話實說我覺得機會多了去了 不難 大概的基礎的了解一些 做一些準備工作 做人沒毛病 我覺得一定能成功 但你真正如果要做一番事業 如果你追求的是那種說我能夠改變人類的 我能夠改變社會的 我能夠給所有的這些人去證明一些什麼的 很難超級難 每一天可能有一萬個人為這個泛鬥 但每天一個成功的人都沒有 可能一個月才會有一個人成功 然後到新聞讓我們知道 他變成了一個獨教授 懂我說的意思嗎 萬中無疑 所以兄弟們不要去這樣去覺得 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說為什麼別人能成功 我成功不了 兄弟那是你對比的方式不對 你對比的是這個行業內最頂尖的人 被我們大家所熟知的人 不要去對比 把你想做的想幹的做出來 哪怕賠了 你學到了什麼 你吸取到了什麼樣的經驗 你問問自己怕了嗎 你還敢再做嗎 如果你學到了 你還敢 甚至你更有信心了 兄弟相信我 再試一次 但我也之前也曾經專門去講過說 對於創業我給大家什麼樣的建議 對於一個沒有工作過 工作經驗不在兩年以上 沒有從事過說至少兩到三個不同的崗位 同行業或者不同行業的 我覺得最好不要談什麼創業 這個世界上天才畢竟是少數 歡迎我A總 兄弟們 A總來了 大幕給我來一波 A總來了 歡迎一下 所以今天我覺得給大家聊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真的挺歡樂的 真的挺歡樂的 FF 對對對 兄弟們記得不管到哪看到我A總 排面一定要有 不管你有沒有我D家軍的牌子 好吧 感謝大家了 因為每一位 感謝我A總的三個閃電超炮 謝謝A總 每一個我覺得在這個平台 人家是老闆也好 人家是土豪也好 人家是玩家也好 人家是任何原因 能夠真金白銀的 就是除了假禮物出外啊 能夠真金白銀的拿這個錢 花在你的直播間 這都是對咱們曾經幫助過 這就跟捐錢修寺廟是一樣的 只不過這邊修出來的是一個 大家聚會的這麼一個空間 我再給大家講一個 我很久以前曾經去日本的時候 一個有感觸的地方 說真的我挺佩服小日本的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 就他們在保留一個幾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這麼一個 他們覺得好覺得美的東西 他們就研究幾百年 就他們堅持這幾百年 就是我不創新 我就這麼去做 我當時有一個特別有觸動的 就是我去了一個 那時候還跟旅行團去的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也沒有說 想說自由行什麼的 就你條件也一般 然後其中就去一個寺廟參觀 這是當地特別有名的一個寺廟 然後到這個寺廟以後 我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一點 我沒有看到人燒香拜佛 這是第一點 第二我沒有看到佛像 我甚至沒有看到任何的雕塑 我看到的就像是進了一個 有錢人的 有品味的 有錢人的後花園 一花一草 它的建築 它這個所有東西 花香 它不要門票 所有東西就是狠 你覺得這個地兒如果下午 就讓我在這賞賞花 待一待聚會 我會覺得我在這裡面 待著很很舒服 然後 它最有名的是它的一個主店 就是它的大店 它的大店上 就是各種榻榻米 坐在地上的 然後做了很多的人 歡迎我十三 歡迎十三 昨天我參加那個線下的 王者榮耀的比賽 就是十三他們辦的 好久不見了 十三 然後呢 我先說讓我感觸很多的 你們可以自己去 這是真事啊 我忘了叫什麼寺廟了 就是你看到很多 不是像你在中國的寺廟 你看到的那一些 他們在拜的時候 他們在燒香的時候 看起來很虔誠 但你從他們的臉上 從他們虔誠的那個表情中 帶著一種慾望 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懂 我們現在拜佛燒香 全是有所求 我要什麼 我希望什麼 我想得到什麼 就你是有目的性的去拜佛 你是有目的性的捐款 因為你覺得我捐了 可能他能消我的惡業 你捐了我怎麼樣 都有需求 但那個人你知道嗎 沒有一個人把這當寺廟 有的這種年紀大的 日本的老太太 他真的是盤著腿 然後坐在那手上拿著一個 可能就是 可能是從家裡帶過來的 就類似於這麼個雞蛋的東西 然後默默的在那吃著雞蛋 那種感覺你就覺得 我好像到了一個人家裡的餐廳 然後在正中的地方 寫著兩個字 叫回巷 就這兩個字 然後我一問 這就是寺廟 第一不要門票 這個院子 這裡面的建筑 在當年幾百年前 就是這樣了 人工有把死了的樹 或什麼東西 在做移植 但這裡面沒有改過 它裡面的設計 不收一分錢 是因為這個地方 就是應該向大家開放的 我為什麼要收錢 佛的道場 為什麼我的目的是宣揚佛法 讓人開心快樂 我為什麼要收錢 那我說為什麼沒有燒香拜佛 他說這連佛都沒有 唯一有的兩個字 回向佛在哪 佛在心中 你在這個地方提供給你便捷 提供給你舒適 我雖然不提供吃的喝的 但你到這兒了 這個美景 這個狀態 每一個人到這兒 周邊的人來到這地方說 雖然他們在社會中 經歷的東西都不一樣 他們來這兒 也有自己所求的 虛妄的這個東西 但我不給你提供 你只需要坐在這兒 跟所有這些一樣的人 看一看 大家的那種狀態 所有人的那種狀態 和周圍的這種狀態 天時地利人和 它會影響你的想法 那是真正靜心的 那是真正讓你我覺得 感覺到佛法真的存在的地方 就我沒有看到一尊威嚴的佛像 我沒有聞到香 我沒有看到任何蜡烛的點的 我看到的就是非常標準的 這種唐式建筑 美景 最主要的 我看到那的人 他們的狀態就讓我覺得 我想要慢下來 就跟很多人說 選擇北漂或南漂 我漂了很多年以後 我累了的時候 我下定決心 當我有一天回去的時候 我可能發現 以前我在自己的老家待著 沒有感覺到什麼特別的爽點 我也沒感覺到特別大的壓力 但我現在回來 我覺得 因為這兒的人 因為這些東西 讓我感覺到 哇我充電了 我很舒服 我更有勇氣 所以我覺得 就很多東西這個形式 都已經變了 就連宗教的東西 都已經按照我們人類的欲望 需求去設計了 你需要捐款 你需要燒香 我開始有香 有捐款 然後緊接著說 我比你有錢 我比你怎麼樣 我要燒高香 我要捐更多的錢 我甚至要把我全家的名字 刻在佛像上 沒問題 佛教也開始有了相應提供的 這種服務 那我想問一下 歡迎我浪走 感謝我浪的多寶戰機 浪我說真的 我今天下午選擇開播 最主要的目的 我估計你可能會在 我不是說禮物 我覺得咱聊聊天 這種狀態很好 而且帝王套那個比賽是五點 所以我說幫他們引引流 但我開播之前 我腦子裡確實想了一下 我說我估計浪在 三條跟我 你等一下啊 三條 三條我等一下給你發 我得插個耳機 我插個耳機 等一下啊 我找個耳機去 三條找我 肯定沒好事啊 我聽說來北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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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條咋了 三條罵誰了 我拒絕他 他罵我了是吧 不可能 兄弟我給你分析一下 為什麼 首先之前啊 還是有可能的 現在他人在北京 找他太容易了 你再傻子傻子 說真的 也不可能拿這個開玩笑啊 連下麥吧兄弟 好久沒連麥了 一個月吧 應該沒查過房 沒連麥 連一下 新買這款充電保 不錯 充的真快 我看看連麥在哪呢 PK 邀請 莫子怎麼也在啊 那應該是代播 我的媽呀 三條你這照片 能不能換一個 你這也太不尊重父母 給你的這個顏值 和這個臉龐了 我這邀請 他應該沒收到 三條你邀請我吧 我這發了 不知道為啥 連不上 三條給我發吧 可憐 可憐 兄弟今天聊的還可以吧 我覺得今天我狀態還行 兄弟覺得今天下午聊的還可以的 兄弟來 可以打一波 挺逗的應該還 哈嘍 哈嘍 師哥 我一點懵逼 我剛才進一步步 他們說我罵你的 我沒有啊 我得多嫖啊 我現在隔北京 所以就是怎麼說呢 你 對於三條的這個 大家可能有一種誤解 知道嗎 我曾經在房間裡說一個 就是 以佛心看人 世人皆佛 以魔心看人 世人皆魔 三條你心太髒了 你心是黃色的 所以進入房間的時候 你不說話 他們都認為你說了一切 這就是 叫什麼呢 主觀思維 知道嗎 就是很多人你第一次見面 你覺得 比如說你在夜總會 你見到一女孩 你絕對不會有這種想法 感謝我浪浪的告白氣球 你絕對不會有這種想法 說我見到這女孩 哎呦這女孩肯定特嫌味 做飯特好吃 我想跟她結婚生孩子 不可能 你絕對想的 多少錢一晚上 主觀思維 所以你一進房子 你說完了 全網最髒的 不是我 髒套路來了 我是 我是啥我今天我跟他們聊天 他們說我快過生日 準備要送我禮物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因為你懂 你懂這個東西 信號保 信號保 你懂 你懂 沒聽見你剛剛說話 什麼 我說我 他太慘了吧 兄弟 他說什麼我都 什麼都聽不著 聽不著 就我手空 然後他們說 有說戴佛珠 過生日 你要買東西 你說什麼佛珠 啊 不是 你剛不是 你別 不是 剛我沒聽見 你說啊 你要買佛珠 然後呢 你說你說 嗯 他們說戴手链好看 還是戴佛珠好看 你說 想怎麼買 想讓我給你推薦一款 嗯 對 我現在 你跟我說 你到我淘寶店铺搜索 地獅佛珠店 你知道不 只要是主打款 都絕對是性價比最合適的 而且還有用 知道不 你看又卡了 怎麼我一說佛珠他卡了 你跟我裝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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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天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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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頭我問一下 是啥意思 我我我 沒太懂 就跟你那天直播那個店 浪哥浪哥那天看你直播之後 我倆昨天去的 去吧 我就說吧 我這怎麼一條縫啊 這個 我一看似曾相識 五百五百多塊錢剪的吧 你這個 五百八 我的媽 不是那浪浪剪成啥樣了 他還剪的 我給你看他照片 他他他他他他他 不是浪浪 昨天他自拍了 你在北京哪浪浪啊 他剛過來 剛過來 在北京 你不跟我說 就是過來形成要約你啊 妹 這就不過來要約你了嗎 你先 一樣的父子頭 A總說父子頭 哎 啊對啊 我倆我倆就整個一樣的頭 小偷爸爸 一對好父子 他整個這樣 能看到嗎 你倆太像 哎你把臉轉到那半邊 側臉 你倆同一個側臉 像不像 眼神表情都一樣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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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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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張照片 我就缺點 手上缺點東西 這個表看著 看著就熟啊 這個表對我似曾相識啊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手 這完全就不像了 你主要手上缺個東西 對你帶個佛珠 馬上氣勢他就高於他的 他一看就是什麼那種呢 現世之中的那個叫做凡人 雲雲眾生 就是說白了 有點臭錢 完了以後覺得自己怎麼怎麼樣 你就問他一點 你死不死啊 你以後你死不死啊 但你帶上這個佛珠 如果跟你講你拍一張照片 立馬逼格比他高 為什麼 誰說來勢 知道不談今生 超凡脫俗 逼格就 別看他這表幾百萬 你知道不 弄個佛珠幾百塊那個 氣質絕對贏他 那這個佛珠就是 誰誰發貨 就在北京發貨嗎 我心要是在北京發貨 我所有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現貨 我所有的貨都是在一個 就是他們有一個叫叫什麼 什麼一個倉 那個倉就等於什麼恒溫 什麼租的那種倉 你知道吧 他們統一負責化 但你你如果 我懂了你的意思 這樣嗎 三條我送你一個吧 好吧 我送你一條 我知道了你他媽說 這麼半天又看頭啊 又什麼看照片 我知道了 我送你一條行嗎 幾百塊錢的東西 但你記著啊 我這個東西 我送你的 不是簡簡單單一個佛珠 我送你的是一個未來 所以你欠我一條命 明白 你記住就行 好 什麼時候還到 什麼時候拿去你自己的事 對 什麼時候我需要的 因為人啊 這個東西 未雨仇矛 人的器官 不可能保證說 永遠不衰老 你說這我每天健身 我也不能保證說 我肾一直好啊 對吧 那啥呢 出幾百塊錢的東西 這個我買 我買的就是 都不容易 你買了屬於打我臉 說真的你買幾百塊錢 我掙幾十 有啥意義啊 我送你 你欠我條命 你記住了 當以後未來我需要 說真的 就你肾倆 對吧 我跟辣辣一人一個 先預定著 肝倆 我倆一人一個 先預定著 對吧 心臟 我其實戴手链挺好看的 他心太髒了 說真的 咱就實在沒辦法 以後餵狗吧 那應該沒什麼用 他也移植不了到誰身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光手上還不夠 我再送你一項圈 我再送你一項圈 手袋可能對有的東西 我再送你一項圈 好吧 然後這項圈呢 就咱倆你既然 我送你手链 咱不能說啥東西都講求 說知人圖報 對吧 手链我覺得欠條命 已經夠了 我送你項圈這事 你跟你父母說一下 他們知道就行了 讓他們放心 別老心 其實我不願意戴這些東西 不願意戴這些東西 我覺得 我覺得 正常的情況 你肯定 沒關係 但是你看你現在 說真的 你雖然穿個白衣服 你沒覺得印堂有點黑嗎 你沒注意到 你印堂有點黑嗎 你兄弟們 我說真的 你仔細看一眼 就你這樣 我告訴你怎麼看 所有人閉上眼 321突然睜眼 你乍看他的時候 是不是額頭有點黑 但馬上就沒有了 就一下那感覺 你看印堂黑不黑 兄弟黑的話打黑 我覺得冥冥之中 真的有天影 你知道嗎 他跟我連這個的時候 就我剛剛一看第一眼 我就看到 我沒告訴他 他這是說的早了 我可能給他個佛珠 就是說真的 雖然說 正常來說 印堂有黑的話 代表什麼 近期有一大難 但這大難正常 可能是死的 但因為這佛珠 沒準你就斷胳膊斷腿 或者殘疾人 植物人 就救你一命 但有些東西 我不能跟你說的太 說的太嚇人了 我不能跟你說 唉有些東西 你現在跟你說 因為沒有發生 你肯定覺得 咱倆就是開玩笑呢 你覺得我逗你玩呢 是吧三條 你肯定這麼覺得吧 但我跟你講 你作為那些就是 因為我以前做什麼行業 你肯定知道吧 我以前客户見我呢 最起碼是最少 花三萬塊錢 他肯定才能 預約上才能見到的 因為你沒付錢 所以我沒法告訴你 具體發生什麼 但我只能說 這個事情三萬塊錢 解決不了 就夠了 就到這了 你就幾百塊錢 先湊個帶一帶吧 這也算對得起你了 你信不信的 反正事情總會發生 到發生的時候 你就會想起我這段話 我說一句呢 三條我不跟你開玩笑 你看 我昨天 我每天微博都有 你看我昨天 嗯 我天天都有 這昨天 嗯 你的珠子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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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沒工人 我爬架子去調燈 結果珠子線斷了一半 聽到斷的聲音 我就趕緊下來了 剛出門 繩子又斷了 珠子掉了一地 最後也沒找權 第二天我去檢查 加手架 發現少了兩個邪物 還好及時下來 就天天都有這種 就有一些東西 所以我跟你說啊 說真的 沒有用 但是我說真的 我還是那句話 就是 唉 死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你不信你死去 你最近反正就是說 單獨行動 浪浪不是來北京了嗎 禍不及妻兒 禍不及朋友跟家人 自己出去 獨行 租個什麼 共享單車什麼的 騎一騎 也別坐地鐵 什麼這種公共交通的 容易給別人添麻煩 啊 這做哥的勸你一句 跟你講點扎心窩子 因為平時說真的 因為正常人付完錢了 我對人負責 我肯定得跟他說 為什麼對吧 你這個東西正常來看 咱們從上面看 應該什麼接 大概是幾月幾號 這種東西 因為咱倆這也沒交情到這兒 天機這東西不能泄露 我唯一能告訴你的就是 我抓緊送你一條珠子 好吧 是死是活 反正答應我一件事 如果意外真的發生了 臨死之前不要連累我 把珠子扔了 能做到吧 就比如說 哐 車一撞 哐 壓著大腦了 一下沒關係 臨死之前 馬上我還能給桌子拿下來 扔遠點 對 這樣死的時候 照新聞啪 我壓到大腦了 我還用 根本拖足了 對 新聞報的是某某什麼主播 然後什麼什麼樂呵的 怎麼怎麼樣 花飛來橫貨死了 懂的人一看 我操帶著帝師佛珠呢 他死了 不靈了 對吧 你不符合宣傳語啊 逆天改命沒改了啊 跳出三界外 他們說師哥給你開單子呢 十個飛機的事 他這事兒 真有四嫂 我說真的 十個飛機解決不了 我實話說十個飛機真解決不了 我幫不了他 但是這種東西 就因為我們這個行業內 正常來說看到這種 我們不能說 但我這個東西就属於叫什麼 點話 你能理解多少 理解多少 因為該有的難還是會有 你也避不過去 只不過發生的時候 就說真的 怎麼說呢 未雨仇謀吧 第一 房間的各位 今天咱們這臉賣 房間裡各位如果有一天 新聞看到 主播死了 不會驚訝 那為什麼 師哥說了 第二 相信我 一會咱倆連邁完了 你呢 自己呢 該跟房間有什麼交代呢 說一說 交代交代 畢竟認識一場 還有給你刷過禮物的 你懂吧 第三 寫點東西留下來 雖然說孩子啊 說啥的 我也不知道你具體有幾個 什麼的這種 但是你寫完這東西 也算給後面的一個交代 不行我可以幫你讀出來 到時候 就基本準備這幾件事吧 然後其他的就看天意吧 希望大事化小 啊 加油三秒 這種事情我從來不開玩笑啊 因為我說過的 大家聽過我講生肖 或什麼的都知道 我我說過的東西 就一定負責任 三條你數啥 數馬呢 怎麼的呢 是那個四條腿那個馬吧 五馬淚陽那個馬 啊啊啊 你是 你是 哎你不會是九月份生的吧 十月份我十月份生的 十月份生的 九月還能保一命 十月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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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一個月 你晚上要過生日了 是吧 希望能能過啊 你過不了的話 沒事 我記住你生日9月幾號 跟房間各位說一下 不行的話兄弟不管 十月十二號 十月十二號 天平坐 兄弟不管他能不能開播 好不好 首先十月十二號 所有的人 三條的直播間 小蠟燭刷起來 然後十月十八號 我生日記得來送禮物 好不好 我幫他收了 這孩子已經沒有那個福報 去銷售這個禮物了 你懂吧 你們這樣是在害他 很多人覺得 三條 弟弟 這人不錯 給他刷點禮物 我捧他 我支持他怎麼樣 你覺得這就是禮物嗎 德才要匹配啊 你們是在逆天而為 你不尊重自然 啊 你以為想他就算了 報應到你身上 你你受得住嗎 我受得住 這塊我熟 十月十八號 我這刷禮物 哈哈哈哈 你忙了嗎 哈哈哈哈 哎說真的 我現在 我受得住這句 我幫不做了 不是哎說真的 我現在三條這個直播 我看了兩三次以後 是這個套路嗎 哈哈 我說到現在 沒有人刷禮物嗎 我說到現在 我說真的 之前給三條刷過禮物的 你不想贖罪嗎 就這個世界都有因果 你不想贖罪嗎 你在他的房間 我說真的 你刷了兩千 我不想說多 如果你刷了兩千 你在我這刷二百 我幫你好好的 既得行善 起個福不好嗎 感謝王贼贼的 三改一年萬年 感謝我辣辣的 三改一年萬 對呀 多了少了 那說真的 給點香火錢 哈哈 我這平時說真的 做善事幫助人的時候 咱不得我心裡念叨一句嗎 那些曾經助紂為虐的這些人 原諒他們吧 就把那個 跟罪魁禍首帶走就行了 我不得說說嗎 哈哈哈 感謝王一總的告白氣球 你看兄弟們 一道贖罪的時候 你看 四哥我錯了 我承認自己的錯誤 今天我不應該過來勾你來的 沒事沒事沒事 你再跟我連辦 我錯了 房間要有一個人 在未來七天之內 給你刷一個禮物 真的都算我輸 你知道吧 兄弟們你們要不相信佛法 我要不要親眼帶你們看一看 看完以後 你們不會有一個人 趕在他房間 再刷一個禮物的 我可以用一些東西 給你現場證明 這個世界是有福的 很多神奇的事情 感謝我姓伟的愛你萬年 我跟你講啊 我現在好多東西不讓我播了 我以前播過那種神奇的東西 真太多了 我這有房間 我說真的到現在已經一年了 我房間裡有一個黑粉 每天微博都在給我發 你為什麼給我下降頭 你為什麼給我下降頭 你饒了我吧 我都快死了 說話的時候 後來我才想起來這人是誰 就之前在房間裡 罵我的時候帶起揍 然後當天我就開玩笑的說 我說我告訴你 你這樣的人我要怎麼怎麼你 結果聯繫了我一年 然後我最後我想了一下 我對 我就說我不能讓人心裡有這個壓力嗎 你懂嗎 就是老覺得這種說 每天被詛咒了 心情裡多壞啊 我給他發了一個表情 就是表情裡的一個笑臉 然後他他他他身上怎麼發生啥事了 他跟你說的 然後我拉黑他 我就不滑不回了 我不管他發生啥事了 我主要想他睡不好啊 肯定睡不好的 這個人肯定睡不好的 他以為你這個笑臉就是給他下降頭了 我天天都有人跟我這反饋 帶了你佛珠這個不斷了你佛珠那個了 有一個槓說 我剛在你淘寶店拍完珠子就出車禍了 為什麼 兄弟還沒發貨呢 可能你不配戴吧 你覺得 還沒發貨呢 你說什麼呢 在我這 而且 哎三條你沒發現一個特別 有意思的事情嗎 咱們已經連麥很久了 下面沒有計時條了 你知道這說明什麼嗎 因為我沒點開 開始PK 新功能 哦 這麼回事 我以為是老天 你要做茶 看在我的面子上 讓你再多說點 留點最後的畫面 這麼回事 我懂了 懂了懂了 那我理解錯了 那我理解錯 確實是功能啊 不是說又卡卡巴格了 是吧 我以為 是一點啥呢 對 因為人啊 當有大的事情 不管是災難還是好的事情發生之前 總會有點遇事 嗯 你懂吧 我就始終覺得我泄露天璣 我是不是也要遇事啥的 就是這樣的 而且你看兄弟們 哎那不應該出點事之前 嗯 你看三條新搬這個房子 兄弟你們仔細看 你把攝像頭 你能稍微賺點攝像頭嗎 就看你後邊這個 對 就看你後邊這個 兄弟你看看這個 櫃子的這個顏色 這個質 上面這個小銅架 這感覺就是定制的棺材真的 這一看用棺材木做的吧 這個這個櫃子 你應該值點錢 這櫃子不便宜 反正看著 你你你這樣 你你站到那櫃子那 你站直 手挺直 你別墊腳 你站那我我我看一下 我老覺得這櫃子不是特意買的 是本來就在那的吧 對本來在那 這都有寓意 這都有寓意 兄弟你自己看吧 沒毛病 站直了 直體呢 硬幫人的 對站起來立起來 對伸直 伸個懶腰看行嗎 伸懶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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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懶腰有點抄了 別別伸懶腰別伸懶腰 還行沒有問題 齒子女兒 正好兩邊一合 啪 中間那一摳一蓋 完美 這是個恐怖故事直播期 你這風水專門找人看過的啊 這啥意思啊 這個 我感覺這櫃子 誰給你設計的這個櫃子 那櫃子我搬過來說 這個房間就是書房 這櫃子原來就在這 然後我就行 你在書房 我問你一下三條 就是你再不懂這個的人 我問你一點 你作為一個娛樂主播 是不是經常PK 要火的話是不是老得贏不能輸 你在書房裡直播 我問你一下 你最近禮物是不是變少了 你自己去算去嗎 絕對的 你搬過來以後自己算一下 禮物可能少了 你在書房播能行嗎 來到京城 京城你真的你得好好注意 京城特別講究這個 有一些東西你真別老瞎 一天到晚在那瞎等 你跟你講 你的能力沒有變 髮型雖然變了 或各方面的東西 但你如果這樣的話 真的你遲早要出事了 你在書房播你咋弄啊 你這房子你現在聽我說吧 這樣吧 你整個這房子 因為我沒看過這個風水結構 什麼東西我不能說 個人的說 但是我告訴你做這行業 首先它屬於娛樂行業 它書業需要什麼呢 需要桃花 這個桃花不光是異性 同時也代表說 同性的這個感情 它都叫桃花 不能是正桃花 正桃花來了就結婚了 男的來了就搞雞了 你知道吧 一定要偏桃花多一點 就是過客來這 不管因為什麼原因 喜歡你來這消費一下 OK 俩人慢慢的友情 看時間久了不看了斷了 偏桃花這你聽說過吧 嗯我知道 家裡面最招偏桃花的是哪個房間 兄弟們 所有人來大幕打出來 只要上過我課的 所有人打出來 所有人都懂吧 什麼東西交 偏桃花 沒有錯 馬桶 馬桶正對著的 都是影響偏桃花的 節奏會很多 平常做正常工作的人都不適合 但有一種人適合 做娛樂場所的 家禽類都適合 雞啊鴨啊 小筋小鴨子 這嘎嘎嘎嘎嘎嘎嘎的 都適合 知道不 你聽我說 讓浪浪在廁所 給你設置一個直播間 坐在馬桶上播 想拉就拉 想吃就吃 才不外流 而且別沖廁所 知道嗎 一個月倒一回 你要不躲 兄弟算我白說 禮物要不多 真的 我退出直播界 我把話放在這 就這段視頻 你試一下 禮物要不多 我退出直播界 而且你那種感覺 你現在一般這個房子 感覺是什麼呢 你像是一個賣紙 賣紙錢的 你知道吧 跟你這套家具配起來 很沉悶 你要不然後面就擺點 雖然是中式的這個東西 你擺點活潑的這個東西 它會 你這個整個的這個視覺 看起來 背後這個櫃子的顏色 太沉悶了 引不起人 我就是這麼打算的 要抓禮物的這個感覺 你你準備要去做什麼 是吧 那這英雄所見那裡 不是 那你還是有點悟性的 廁所這個我肯定去了 廁所我我絕對去 我說這個這個背景啊 這個是老吴送的 我形式就是像直播間的人 把他把送我一些東西 然後擺滿這個櫃子 這個櫃子還是一個大哥送的 是吧 沒有櫃子不是 頂上的東西 這瓶酒是家裡一個大哥送的 然後這個是老吴送的 這個茶叶 那茶叶和那個酒啊 你們看不到 黑瓶的 黑瓶的酒啊 貼個紅字 這酒喝了沒事嗎 這有點像古代 我不會喝 擺著看 有點像古代 賀頂紅的裝瓶 嗯 我覺得其實給 給 確定這不是茶叶 你以為這茶叶可貴了 這茶叶兩萬多塊錢呢 這茶叶 信仰貓劫兒 你咋知道 這兩萬塊錢的茶叶值兩萬呢 他告訴我的啊 那我剛跟你說什麼來著 你信他不能不信我吧 能喝多喝 能吃多吃 可就是糟 啊 該做的都做的 人生中還有什麼 沒完成的事 想跟誰表白 或者怎麼樣呢 死之前做個好人 別打算死了以後 人都罵你 那不太好 那我現在上馬桶 好吧 你 馬桶的子路還來得及嗎 如果真的說有一些東西 咱如果看準了的話 我就說一點 嗯 你未來的房子我管了 好吧 未來的房子 我房子寫我寫名 這輩子 這輩子沒有 沒有那個房不用寫名 那房就是花塊地兒 那地兒選完了 說是你的 它就一直都是你的 對對對70年產權 以後簽坟的時候再說 這塊我不專業 我不管簽 我孩子我也不知道 有沒有或者學不學 這一塊的 但是我給你找一個吧 生前沒住過好地兒 嗯 以後我給你住個好的 然後那個坟錢 給你雕一個麥克風 雕個那種 牛逼的麥克 各種的生卡 各種小玩意兒 雕件給你配齐 然後 我下去了我還得不 那你肯定啊 你不然下去靠啥 掙錢啊 你的家人明明 下面好說話呢 那下面都是狠主 都是不要命 不怕死的主 我下去了 然後在坟頭 找專門的種一棵大樹 知道嗎 種一棵大槐樹 因為槐樹本身 那個就代表 一正常院子裡 不讓種槐樹嘛 那叫陰地 嗯 陰氣比較重 槐樹上面給你挑上 小燈 全是那種彩色的 夜店那種小 小粉燈 上面帶一個會轉的球 一到午夜十二點 啪打開 然後每天到 就是你的 特殊的紀念日的時候 什麼之前生前開過一周年啊 死前紀念日啊 清明啊 中元節啊 等等那些 專門給你請個DJ 樹下邊給你打個碟 前面麥克風一播 給你做個節目 我靠 哎 死了還能收禮物 你應該是第一個 絕對牛逼 而且誰敢少刷禮物 其實也不用花錢找別人請的 讓瑞秋過來就行 對 主持人DJ就是一句話 嘿 今天晚上不想被他帶走的 趕緊刷點禮物吧 各位大哥 師哥要不要不要 別浪 沒毛病沒毛病 可以的 我真的我聽進去一句話 師哥說的啊 我到時候我上廁所直播 不火我找他 我這事我真的 我明天就收拾地方 我上廁所裡直播 但你相信我 師哥都在那一個地兒 他會有節目效果 你知道吧 但你後面我跟你說一點啊 你首先後面這櫃子 必須得換 這個色調不適合直播 這個 我 我在早年播戶外的時候 我特別研究過 就是這個畫面的整個這個呈現風格 一個畫面 你呈現的生動活播很輕鬆的話 能夠提升你房間的禮物跟人氣 還有停留時間 這是科學的 對 明白吧 所以這些細節很重要 千萬別在手上這棺材直播了 真的 這真不行 不是說裝修好 地理位置好 就直播這個就是適合 你要符合你自己直播風格 你如果這種直播 你必須是什麼呢 首先不用燈 全都點上蠟燭 後面必須所有大哥 什麼送的禮物 不要擺他們送的禮物 你想感謝誰 比如說浪浪是你最感謝 給他們照片放上去 小照片 對 洗完以後都標準尺寸 都這個大小 畫面照著大小的花 他的浪浪就大 緊接著一排 邊上男大哥女大哥 全都擺在這 然後每次直播的時候 首先以示尊敬 耗煙的 嘩小煙 那個小香爐 插上點上 耗酒的 嘩小茅台 小什麼東西全點上 說真的大哥 如果進你房間 看到他們每天這個牌面 能不給你刷禮物嗎 你卻能不給你刷嗎 給我刷才有問題呢 然後配你這套家具 上面弄一小紅燈籠 哇 搖著戴點影 你再畫點小白的妝 哈哈哈哈 專門給你定制衣服 旁邊這 白兩樹的菊花 對 你那專門的 那花無所謂 我給你講一點啊 首先擺花這東西 不能擺菊花 你懂為什麼 菊花這個東西 在這個風水裡面 是有假的 很多人虽然用菊花來掃墓 但你知道菊花 為什麼用來掃墓呢 嗯 因為菊花是中葵的化身 在神話中 菊花是中葵的化身 是正義的化身 所以菊花擺放在門口 或者擺放在這個位置 它的意義是什麼呢 像為什麼到鬼節 大家都擺菊花 菊花的目的 並不是優先說 我敬拜給我的祖先 首先 比如說我爺爺不在了 我爺爺生前也沒擺過花 他也不喜歡花啊 你明白嗎 這東西喜好也不匹配 他也不吃 幹什麼用呢 菊花代表護衛的意思 家家户户門口擺菊花 一開始是為什麼呢 說到鬼節了 別讓家裡進來邪氣 因為有這個菊花 菊花本身是中葵的化身 它能震邪 是因為這個 所以擺放在這個位置 代表別人進不來 你懂嗎 所以很多這菊花不能瞎擺 你像你如果這屋裡擺的菊花 有一個問題了 你這些大哥 現在因為都還還還還在嗎 還在對呀肯定 他晚上如果睡著的話 有時候如果做夢 比如說他來找你玩或啥的 因為有時候對吧 靈魂會 可能會我們休息了以後 為什麼會做夢啊什麼 他可能各地玩去啊 就可能會 對有點想像 進不來 進不來 你這屋 你知道嗎 剛一開門 突然擋開了 為什麼有菊花 走了 你懂吧 所以菊花不能瞎拱 這東西都有講的 所以這方面 你要有啥不懂的 你隨時可以問我 這方面我確實還可以的 我真的 那四個字 東西真挺多的 真的學到東西的 菊花現在你們知道啥意思了 勾字的意思 但我給你講一個最基本的 你作為一個主播 真的 你這套裝飾擺設的時候 我第一次進你房間 我就發現問題了 你知道嗎 後面色調太重了 這是真的不適合的 好 換一個風格 嗯 行 對 這個這個這個後面 我自己我自己弄設幾個醬 對對對 自己裝飾一下 像這個櫃子留著也沒啥用 披了當柴燒就完了 用這個燒餛飩出來 絕對好吃 柴物餛飩這都在講的 哇 他一說我都餓了 賠不起啊 房東呢 你餓了 你今天有安排嗎 是吧 這房東故意擺在你這兒的 啊 對房東擺上 房東是黑粉 你查吧 你房東絕逼看直播 黑粉 這肯定專門找人看過的 這大衣櫃不是瞎擺的 或者這樣吧 哎你你你這樣 你下午如果沒事的話 你去買一筒油漆 你給他刷紅了 還給他的時候也有說法 這個東西好幾萬塊錢 不讓我動 你肯定不動 你給他刷紅了 他退房的時候 不是你聽我說 所有房東在租房的時候 租利活動上面肯定寫 比如說大衣櫃一個 沙發一個 他會這麼記錄 他不會寫什麼顏色的 你給他刷紅了 還他的時候 哎我這櫃子怎麼紅了 本來就紅的呀 沒地說理去 你知道不 還一舉兩得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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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哥你這兩天就撒一杯啊 咱們首先要聚餘呢 首先咱倆聚吃飯啊 這個是免費的 這肯定沒問題 你要想讓我去你那兒說 給你看一看 簡單說一說 這我沒時間我去不了 最近太晚了 馬上還得去上海錄節目 你啥時候走 我現在是看深圳那邊 到晚一點他們今天告訴我 如果深圳那個去的話 我25號我得去到深圳先 然後我周六有個節目 所以得做完節目以後了 這兩天事挺多 你這兩天也忙 你看房間裡有人懂 帝師是個聰明人 不會無言無故這樣說 三條肯定有問題 他在點話的 這兄弟你挺懂啊 你老師是不是跟孫悟空他們認識 就是之前你看人 教那個孫悟空72遍的時候 那個老師一定是打他三下手 所有人都覺得 哎呀太壞了 這個老師怎麼這樣 他被懲罰了 結果人學到絕技了 一樣 我很多東西 我確實我做這個行業 發言這麼久 就是我只能去點他 我跟他說他也不信 這東西就是 什麼東西呢 就是你信就信 不信就拉倒 反正我說了 你聽了 對吧 發生該發生發生 能不能避免 這就看你怎麼去做了 像正常我如果遇到這種 因為我小時候屬於 比較會跟的 我為什麼能跟著我老師 後來我能掙好多錢呢 我第一次去免費 聽我老師這課 是一人牆拉著我去的 結果我一聽 我覺得說的特別有道理 驚為天人 於是我啥也沒說 我就托我這個朋友 我說你給他帶點禮物吧 對吧 那時候他沒有直播間 我也沒法去他房間 刷個飛機啊 或者刷個月球 月球肯定最好了 這種禮物也沒有 那個年代 互聯網都沒有咋發達 沒辦法我就是給人 買點好吃的呀 或者送人 對吧一些 粉萬把塊錢的東西啊 最後你看我老師 就記住我了 覺得說這個人 有可造之材 有慧根 然後收我為徒了 那有些人聽完以後 還是大嘴一撇 還在那一瞪眼 真的假的呀 咋的呀 啥 那沒辦法 這道有的說 有一些東西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孝之 福孝不足以為道 知道不 下士 真他媽笨這孩子 有些孩子 確實是笨 真的 他們說寧可信息有不可 不知道寧可信息有不可信息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真的 真的 四哥點我這些東西 我起碼心裡有點數 你有數嗎 我覺得 有些人一點數沒有 啥數啊 你聽懂啥了我說半天 聽懂啥了你 你一點你想化解了嗎 性命攸關了說真的 你現在都開始倒數了 你的生命都開始倒數 你還在這浪費時間呢 還張這個嘴還瞪眼呢 你 我問你你現在活著 你錢花完了嗎 你肯定沒花完嗎 你如果真死了說真的 你如果真死了你心裡肯定會覺得 我錢沒花完 你是不是有執念 有執念的是不能成佛的 變成地覆靈 永遠在這屋子裡 你正好就跟著大衣櫃配成一套了以後 你懂吧 你先 找個比如說 下坡去消費去 逛街也去買東西去 不是 你聽我說你下坡消費沒有用 為什麼呢 你首先你消費什麼產業 我問你下坡你想怎麼消費 你說吧 你想怎麼消費 買佛珠去 就只買佛珠 多 都買幾圈 戴一個胳膊的那種 那沒有用 戴一個胳膊的那種 多了沒有用 首先我問你一下 今天誰 誰跟你說的這事你才知道的 你跟我說的 那首先 我種下了這個善因 你是不是應該還我個善果呀 我說真的你過生日 是不是得吹個蜡烛洗個怨 是不是這道理 你現在過來 你先刷一個月球 然後許個怨 看怨我沒准實現了 你來我房間 不是四哥 我當時我想 我真的我覺得你 許個怨 你種下的善因 必須得結個善果 剛才四哥 你剛才你跟我說的 你說 我不能連累你們 真的 我得 你是不連累 你聽我說 你聽我說啊 如果房間裡只有我一個人 說你刷完這禮物 錢給我 不好意思 您刷多少我不敢拿 為什麼 無福銷售 拿人錢財替人消災 我得幫你擔著這因果 我為什麼現在 讓你過來刷 知道嗎 240萬人氣 你幫我擔 房間裡浪總 A總 那些 有的是不要命的 幫你擔著 大家有的人 很多是善良的人 不要 這麼一擔 抵銷了 所以這為什麼我讓你刷一個月球 所有的人都能看到這個特效 看到的時候想到什麼 哎呦 三條居然刷了個夜球 阿彌陀佛 善哉善哉 太太太真的太陽打西邊出來了 你這麼一想 馬上當所有的人 都這麼想的時候 本 怎麼著你猜 你的命運變了 你先刷一個 許個願 不是 我關鍵是我要是有的話 我真的想許這個願 你包裡沒有球 拉拉 你父皇包裡有沒有 拉拉你 你幫幫他 你說真的 人白叫你生父皇 人叫父皇你擔的東西最多 你不趕緊拿這房間 當時這麼多人 幫你擔待一下 分攤一下 你知道這有錢有多罪惡嗎 你知道你拿的這每一分錢 這個錢上他都帶著血 你知道是多少人 你這輾轉 多是手就放你那的 分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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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在不在 拉拉 拉拉快分擔一下 這時候不分擔 什麼時候分擔啊 說真的我今天也就是最近 真的心情不錯 做了好多好事 要不然我都不敢接這活 感謝我拉拉的一個斯門道義兄 趕緊許願三條 大家所有善良的人 兄弟們一起希望三條 能夠度過這一劫 兄弟們 好吧 三條 搞定了 好了 三条搞定了 搞定了三条 别怕了别怕 没事了 没事了 我可以出门了吗 随便出 这么多人帮你分担呢 知道吗 随便出 哎呦 哎呦我磕着手了 哎呦 哎呦我来帮这孙子分担 哎呦我磕着手了 三条别怕没事了 没事了没事了 我相信房间里可能很多人 当一块帮你那什么的 都应该帮你担这事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放心了 兄弟我磕一下手 没白磕 咱们救了人一命 救人一命 剩造七个业总会 救人一命 剩造七个浮屠 知道吧 以后三条 当见死了 真的 起了上谁咱都可以搞 张欠死了 唯独不能搞四个 搞不过他 别人一堂命 嗯 嗯 行 对不起 真的张欠死了 你好好真的认真的感谢一下 你房间的这些衣食父母 特别是你父皇 真的为你花这两千块钱 对对对 但这钱到不了我手啊 大家都知道吗 我我到时候虽然礼物提成 拿完40% 再扣完税各方面的到我手 可能有个那么点钱 但这钱我可不是瞎拿的啊 我帮你们所有人 我担着 多的 危险啊 家务 拿命在直播 没事没事 我最近都做点好事 三条你放心吧啊 今天可以睡觉了 今天可以睡觉了 然后明天咱可以再联 谢谢 明天再联 看看 看看你今天晚上记着啊 我明天 你做什么梦 你记住了 明天咱俩连麦 你把你梦的内容告诉我 我看看怎么能给你点说法 对 甭管梦见什么 你别怕 你告诉我啊 我帮你看看破一破 嗯 行 懂了吧 然后我明天开始 我懂了 我明天开始 而且我听你的意见 我明天开始 我开始尝试性的 各厕所里直播 试一下 你没毛病 兄弟 哎 聪明人 会跟 兄弟大幕会跟来一波 哎 我跟你讲 现今这个社会 这么浮夸 这么物质的情况下 有会跟的人越来越少 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屁 都有天眼 你知道不 但是随着你长大 你这个炉门啊 掌合的时候 啪 这个悟性 这个会跟就关了 一般来说是五岁或者六岁 有人三岁就关了 但是也有那种极个别 兄弟你看 他头上是不是有道分 那就是天眼 那就是天眼 哦 你剪头了是吧 那个不是 对 他额头那个位置 兄弟你现在在看 哎 三条你再仔细 兄弟你闭眼 乍一看 额头是不是亮了 你们闭眼 你看一下 亮了 额头是不是亮了 你们自己看看 哎 有点 容光焕发的感觉吧 你们仔细看 是不是有点带着光 卧槽 这真的有点 有点 哎 转变了 是不是更亮了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没毛病 三条 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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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坐公交车 什么地铁 什么的 交通工具啊 没事 随便坐 好的 再送你一条佛珠 哎 我问你在北京 什么地儿啊 办公 高费店这块 哦 那离我很近 你那离那个 方宝山不远吧 我没去过 没去过吗 听过那地方 你现在搜一下 大远 对 离八方山应该不远 还行 都仨字 挺好的 我不是 我不是没事了吗 是没事 今天没事了 明天没事了 你 下周呢 人生 天有不测纷云 人有旦夕祸福 你现在之前 做的那些坏事 今儿帮你了了 我能知道 你今天下午 干不干坏事啊 你今天晚上 干不干坏事啊 而且我说真的 你就因为 做这个行业 你干了多少的 有富之富啊 不是不是 你交了多少的 储博朋友 就你做这行业 你就说白了 属于说什么 你就属于 免费送人 礼物的那种 你也不问人要不要 夸给你一顶 你拿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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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你送完 你也不问人要不要 喜欢不喜欢 而且知道不知道 对 你看 信手拈来 兄弟 他已经练出法宝了 这确实是牛逼的 说真的 我见过牛逼的人 我没见过说 已经练成法宝 本命法宝 随时一弄 哗 一个响指 来 本命法宝带上了 太打了 太打了 真的 我服了 今天我是 又刷新了 我的三官了 真的四个 我错了 四个 还行 还行 这东西 善哉 善哉 为人趋吉 避凶 这不是应该的吗 对吧 一周一个月 想要除魔 我算了一下 我要想安全的直播下去 一周一个月球 保我安全 真的 我算了 不不不 这个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这东西 你了解吧 人啊 神啊 都有一点 胃口越来越大 你现在一个月球 说真的 这不是给我的 就是给 你懂吧 人满意 上面的人 你后边 对吧 你比如说有时候俩 后面仨 你突然扒 又刷 告诉我 一个礼拜 一个球不够 完了 这云云众生 这孙子看不起我 怎么公品都少了 很多东西 你懂吧 就是都有分别心 都有分别心 你自己开始办吧 上面人也喜欢 企鹅电竞的礼物 他不管是哪个电竞的 因为这些东西 他们对钱啊 说真的如粪土 我拿到这个钱以后 我得把它变成 他们需要的那些东西 你懂吧 而且我说真的 我宣扬了在这个房间 你觉得是 好像我在套论你 其实不是 我通过你做一个案例 这是教科书一般的指导 举头三尺有神明 我们做人 坦坦荡荡 当我们人感觉到 自己不好的时候 礼物少了 收入少了 现实生活中 女朋友跟我们戴绿帽子 我们优先考虑的是 他有没有关注 企鹅电竞三条的直播间 对吧 如果没有 那先排除 那就不是说 现实中真的是这样 对吧 那就可能 不是说所有东西 坏事都跟三条有关 那有点太扯淡了 就是有一些东西 说完了 就是说 他无形之中做了 我在这说了以后 现实中有好多 他本身想做这坏事的 一听 卧槽 三条都活不下去 那我跟他差不多 我也是主播 我这拿的礼物 比他还多 而且我这工会 老给我刷免费礼物 都是假的 我得反省一下 一下 人没准因为这个 改邪从 从善了呢 从今天开始 人开始好好学 一天天向上 人不当主播了 不一定 怎么 我们之间的一个 互相之间的对话 其实是给这些 云云众生上个课 就我说白了 有一些 就是说真的 都已经 堕入深渊 沉沦的人 就是心都脏成那样 都黄成那样了 他都能改过自信 回头实案 对 你还不能放下 读到立定成佛吗 你们没听懂 诗歌意思就是 哎 我 你们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成为我 明白吧 就意思说 该刷礼物 刷礼物 现实中 谁敢摸着良心 说我没撒过一个谎 我没撑过一个人 我没有 逃入过人认的 我挣的每一分钱 都是干干净净 白白的 没有 怎么办呢 很简单 当然我不是暗示 大家说在我房间刷礼物 因为我也没不了 那么大的恶意 偶尔来我房间刷 别人的其他东西 边上的三条那什么 也可以去刷什么 但是主要刷这边 懂不 毕竟我是告诉你们 这些人 要从善的 我不说 你知道吗 你 突然你就开悟了 天眼开了 不可能 我说真的 我今天说的这番话 很多人可能今天晚上一睡觉 第二天天眼都开了 天眼不开 你看不 茅厕肯定开了 反正总有一个眼会开的 你放心 你看 现在刷礼物 都是干亏心事的 还他妈刷呢 兄弟免费的礼物 不管用 你也太没主意了 你们这干嘛呢 免费的礼物 办不了事 我跟你们说 担这么大事 你刷免费礼物 你看不起谁呢 你看不起我算了 你不能看不起 对吧 对吧 日榜有说法吗 日榜我也不知道啥说法 总榜吧 总榜前十应该都稳 这辈子应该都稳了 没啥没啥事 那稳 他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吗 就是稳的话 他会 家里的亲朋 一人得到鸡犬新仙 首先是这一个人 他得看 比如神仙 天庭 成佛 都是有级别的 你比如佛下是菩萨 对吧 菩萨下面是罗汉 罗汉下面还有 所以他是分阶级的 还有护法 所以我的房间 我说真的 你能够上榜前十 我只能保你什么呢 死后不堕地狱 不入轮回 就这么简单 而且我告诉你 我这句话终身承诺 你死了以后 你说啪 掉地狱了 你找我来 找他 找十个人 包退 总榜前十 我就保这十个人啊 多的我保不了 你太多人送的这东西 我没办法 我承担不了 好吧 科学 明白了 明白了 其他的身边的人 我本来心思啊 父皇要是在中榜上 能不能把 把他孩子也带进去 意思是带不进去 不行不行 不能随便 天然 你这说真的 你上坐高铁吧 坐个飞机吧 为什么身份证买票 知道吗 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 你怎么你觉得你有钱 你就可以摆平任何事 是 你这辈子的事 你活着的时候 有钱能干好多事 你死了 你试试有钱好使吗 你不得有人啊 你不得有点关系 给你打点一下 疏通一下 相信真的 四哥 这方面的关系绝对够硬 兄弟们 真的 上榜 我说真的 我就拿一点印证 你看看到三条 到过生日之前 你看会被带走吗 他只要平平安的 刚刚本来来说 没两天了 你看脸 而且越来越红 现在 你自己看 他脸越来越红 红韵当中 感觉所有东西都 洗涤心灵了 从一开始了 你看过完生日以后 等于从一出生了 新生了 新的爹 新的妈 新的医生父母 真的是这样的 你看 你看 越来越好 就这样 他今天要没有这个觉悟 我说真的 过不了生日 你们都看不见他了 但很多东西 咱 因为你没法对比 知道吗 这东西就是信或者不信 我也不能鞠躬 因为这是我应该干的事情 路见不平 一声吼 还是 可以 三条 我不能跟你再联了 我得 他们马上要打比赛了 我得准备让帝王套接播 兄弟们支持一下三条 你相信我 你那个直播 不管怎么样 你这装修 你这装修真的不行 对 我背景换一下 好吧 这怎么关啊 现在这PK 你给我关一下 我关 我关 我测了 这功能挺好 下次如果找那种 就像三条这种 有对话的 能这种 其实这个PK会比较有意思 这种连麦 就太有意思了 没有目的性 抛开金钱世俗的那些东西 我们讲讲人性的本身 我们讲讲另外一个空间 另外一个世界 对吧 我们讲讲 在这个人类之外 是否有真神 有这个宇宙的大主宰 对吧 我们聊一聊 怎么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变自己的命运 平时你可能找不到 这种神秘的商店 我们也找不到 现实中有八号当铺的 这种地方 那些都是小说 都是虚幻 但你只要相信 但你只要相信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你相信人在做 天在看 你相信众善因 得善果的话 淘宝店铺搜索 地师佛物店 改变你的命运的神秘商店 就在今天悄悄的开始了 赶紧抢购吧 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店了 这个PK说真的 我挺累 我有点累 我准备下播了 我准备抽根烟 好吧 但是直播不让抽烟 这个连麦还行 我下次找点这种主播 其实我觉得如果优秀的 可以这种 可以坐在户外了 三条其实有机会 我也可以带他坐在户外 在北京的话 还挺累什么的 在时刻说出来就是真理 别人说出来就是骗子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开玩笑的 大家也知道 三条也知道 三条都聪明的人 但是人家懂得说 这个梗 我到这了 他以他的方式怎么去接 怎么去互动 最起码大家不是看这一乐 很开心吗 知道吧 记着这个世界上 大智若鱼 我是属于笨人 因为我喜欢表现的 我很聪明 三条这种才是真正聪明人 闷声去挣钱 你看我做直播 珊瑚的挺累什么 人气挺高 挣钱吗 真不挣钱 昨天刚看完 九个月的时间 不亏不挣 账户 那个钱 从全民到那 因为我有一专门 就是直播的那个账户 钱没动过 可见花销多大 所以还是那句话 兄弟们 暑假虽然大学已经结束了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9月1号才结束 没两天了 不管你开学也好 假期结束没有 这个直播间 永远是你们的家 带给你欢乐和快乐 好吗 周六我们有户外 我给大家 这是全中国 我估计唯一一个能讲的 能做这个的 我给大家看一看 什么叫真正的宫廷菜 本周六 本周六 带大家走进 你不知道的宫廷菜 好吧 周六晚上应该六点半左右吧 我约好人了 但是有一些问题 有些人他不能去提名字 不能去宣传 然后所以这期节目 就是以文化内容本身为主 中国传统的这些 让你电视上不会讲 不会看的这些知识为主 兄弟们看一下 然后没点关注 又让你点个关注 先让微博搜索 地狮最开心 头条账号搜索地狮 抖音账号搜索地狮 最开心 然后马上兄弟们 所有人别走开 给帝王套给咱们的家人加电油 五点钟准时 浪说我可是蹭吃 我可蹭吃蹭喝吗 没毛病啊 浪浪一起去呗 没毛病啊 下播咱微信联系吧 都别走开 今天帝王套比赛 晋级赛 32进8吧 还是32进16 我不知道 今天是胖子打 所有帝王套的船员 必须全在 然后教练也可以去参与去指导 因为这个新版本 我觉得很平衡 很考游戏理解 不再是斗法天下的版本了 看看怎么吃鸡 怎么能上分 好吧 五局三胜 BO5 多加油 好吧 兄弟们 今天进8 32进8是吧 那非常激烈 我们应该是倒闭TV最后的火种了 小诺淘汰了 小智淘汰了 我们是最后的火种 而且两个人全晋级 兄弟们给他们加油鼓励 好吧 我也会看比赛 那就兄弟们 帝王套接播吧 我提前祝各位 如果今天过生日的话 祝你生日快乐 心想事成 梦想定会成真 兄弟们 一直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爱你们哦 兄弟们 别走开 帝王套接播